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六百五十回 破败的屋子 明朗的月光 阴冷的巷弄 横见的武道宗师 伤心的干寿少年 卧边的豆蔻少女 扶摇喘息的病秧子 背紫霞的绝色女子 在所有鬼鬼祟祟 趴在屋顶的夜行人看来 眼皮子底下的这幅画面 让大半夜跑来喝西北风的他们 觉得没那么枯燥乏味了 夜行人分为好几拨 各有各的恩主 其中人数最多 且身上有一股沙场气焰的 正是来自刘怀喜府邸的瑞士 他们也天经地义 占据着视野最开阔的两座 笔林污点 腰间玄配的兵器呢 皆是战刀 不过种类啊 可谓五花八门 既有刀身修长 望之如河苗的苗刀 也有从北莽南朝流入西域的战刀 甚至一名头领模样的黑人呢 写有一把有些年头的旧式梁刀 只有熟人北梁边军的内行 才可以发现 那是一柄弧度相较布刀 更加突出的骑军马刀 随着北梁对刀弩的管输越来越严 这些早年间流散民间的梁刀 其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能轻松卖出 动辄七八百两银子的天价 在黎阳江湖上 有一把梁刀挂在腰间 只要不是那种一眼看穿深浅的高梁子弟 都能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忌惮 一个家伙凑近配梁刀的黑衣人身边 小声的说道 七头 下边那杯紫色匣子的娘们 可真是俊呢 比咱们府上做客的紫竹仙子还要好看 要不咱们就直接动手得了 整座雪莲城都是咱们的 只要进了城 小命还不就等于攥在咱们手里 七头啊 将军不是说你缺个媳妇吗 我看这娘们就挺好 兄弟们刚才还商量呢 那颗雪莲送去将军府上 这娘们啊 直接绑去投你的那栋宅子 今儿啊 咱们就给你办喜酒闹洞房 也不枉咱们挨动了一宿 被手下怂恿 当个山带望的黑衣人 下意识扶摸着刀窍 李治战胜了欲望 他摇头倒 不要坏了我义父的大事 他正是雪莲城土皇帝刘怀喜的嫡系信奉 曾经贴身追随刘怀喜 在十万大山中数进数出 这才被赐予这把刘怀喜爱不释手的梁刀 他此行啊 是要盯着那个用剑的中原人 刘怀喜对那株雪莲呢 那是志在必得 因为公开扬言要上贡给西蜀某个姓名同字的女子 据说是极其动人的美人 只可惜啊 她是一个连刘怀喜都招惹不起的存在 府上彩莲人获得的那株雪莲 则另有隐秘用处 她呢 因为是从少年起遍跟随刘怀喜的明灵子之一 才有资格接触到一些内幕 据说如今的黎阳啊 有新的十大门派 南江龙宫位列其中 新公主林洪元 不但是南江江湖的支牛而者 更与燕辣王世子殿下赵柱关系匪浅 义父到底在图谋什么 他不清楚 但绝对不会局限于这雪莲城 义父撕下底下 不止一次流露出对中原的向往 西藤 你瞧啊 那家伙好像不知死活的 要横插一脚 咋办 那位刘怀喜收养的明灵子皱了皱眉 从牙缝里边挤出一个字来 等 那个不知道从哪跑出来 搅局的老病鬼 把少年少女喊到一旁 嘀嘀咕咕 就像是一个蹩脚的帐房伙计 果然呢 少年满脸狐疑 那个身世不俗的少女更是毫不动心 少年少女的眼界宽窄高低是一回事 可遭逢巨变之际 这点戒心肯定还是有的 横空出世 冒出一个一根手指头就能轻轻松松推倒的陌生人 却凭空给他们画一张大饼 谁信呢 当屋顶上的明灵子又偷偷看了眼的角色女子后 尤其是看到她的视线投向了读书人模样的年轻人 一向自认铁石心肠的她 漠然的一阵热血上涌 然后就潇洒跃下 十几号多年相依为命的兄弟也不甘落后 纷纷落地 除了三名弓箭手默契的继续留在屋顶 都为马上可以春宵一刻的骑头助阵 人人脸上都有轻浮笑意 就差没朝那女子喊一声嫂子了 这徐凤年正说的口干舌燥 跟那少年说自己呀 只要雪莲就能保证这少女不嫁人 少年呢 其实有些心动了 倒是那出身雪莲城外 大虎人家的少女 不留情面的揭穿谎言 徐凤年说自己能护着他们 安然离开雪莲城 他就说 你先跟那台阶上的中原剑客打一架 赢了再谈其他 徐凤年说行 他又说城里的刘将军身边高手如云 他爹的马家宝 也有一百骑兵和两百弓箭手 你不但要打赢剑客 还得去将军府和马家宝再打两架 徐凤年的本意啊 是怕答应太快 让两个孩子误以为自己没诚意 就随口问了问刘怀席有多厉害 结果少女就丢了个白眼儿 说他呀 其实就是个想做无本买卖的江湖骗子 就是想把这雪莲的骗到手之后 然后赶紧跑路 徐凤年体力不支就蹲下身 抬头正要说话 更是被那少女鄙视的一塌糊涂 善解人意的让徐凤年呢 说你躺着说话好了 这腿不酸腰不疼更省力 徐凤年笑着说江湖上真正的高手 哪是什么飞来飞去装大爷呀 都喜欢像他这样势敌倚若装孙子 少女的嘴巴不饶人 说徐凤年不是装孙子是真孙子 这一直在旁边看戏的少年呢 想笑又忍着笑 对徐凤年偷偷做了一个幸灾乐祸的鬼脸 徐凤年笑骂那少年 说这还没过门呢 就他主内又主外了 以后你就不怕肤肛不振 性情憨厚 却不是真傻的少年黑黑笑着 这少女啊 勃然大怒 握紧马鞭指着这个说话越来越不像话的家伙 满脸的寒霜让他赶紧滚蛋 结果徐凤年随后说了一番话 就让他彻底平静下来 徐凤年对他说道 怎么 祸害的红树枝身陷险境 良心不安 就想着罪不济也要让我和那个漂亮姐姐 这么两个外人不要掺和其中 你这丫头的心肠 是不是也太软了些呀 那帮刘怀喜患养的鹰犬正要大打出手 腰配梁刀的人抬手 制止了他们蠢蠢欲动 他轻声道 有些不对劲 紧接着屋内传出猖狂的笑声 你们这帮遇见真佛不实佛的瓜娃子 瞎嚷嚷个锤子 一道身影如野马奔槽 撞开纸壶一般的泥屋墙壁飘沥而出 先是越过了那名纹丝不动的剑客头顶 接着在徐凤年和江泥中间一穿而过 最后撞入刘怀喜挥下瑞士的队列之中 那名酒精厮杀的刘府明灵子怒吓一声 拔刀后双手握刀 以身催刀快步前出 不走直线的步伐 异常繁复且清零 砸揉了西蜀行义和南唐通壁的老家鹿子 手伤动作则十分干净 大劈大砍一刀朝那身影迅猛当头披下 从屋内窜出的身影一闪而逝 眨眼间就与那明灵子擦身而过 不但一脚撞在了后者的胸膛 还空手夺走了那柄战刀 前者冲劲仍是不减 直接扑向了那堵斑驳不堪的小巷墙壁 将刀刺入墙 身形翻动 等到被竟称为骑头的年轻人 指住亮相后的身形转头望去 看到一个两条小腿至膝盖以下 好像都被力气削断的老头 就那么坐在那柄心爱的战刀上 顾盼自雄 朗声道 哦 年轻人有点尽量 只不过不幸对上了老夫 再给你二十年水魔功夫 仍是不够看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霸气四溢的老家伙 瞥了眼那个没有阻拦自己出屋的中年剑客 愤愤不平倒 老夫此次冲出江湖 在这破烂小城等了这么多天 除了台阶上那个空有杀人剑 却没杀人心的鱼木疙瘩 竟然就没有一个识趣的家伙 主动来烧香净神 难不成非要老夫大开杀戒 才能让你们这帮眼镯的井底之蛙 明被你们雪连城 来了为陆地神仙 兴奇的雪连城地头蛇 扭头吐出一口血水 眼神阴霾冰冷 他抖了抖手腕笑问道 老神仙 真要跟将军府为敌 老人节节笑道 什么狗屁将军府啊 一帮睁眼下 真惹恼了老夫 请客间就要让你们鸡犬不留 徐凤年这时候 对悄悄走进自己几步的江泥笑道 哎 学着点 看看人家老前辈是咱们行走江湖的 多有风范 我跟你说啊 咱们顽固子弟这孩呢 不懂邪魅一笑的话 那绝对是顽固江湖的雏鸟 同理啊 江湖上的邪道高手 这种节节笑声 那也只是入门的本事 正道人物嘛 那必定得是先锋道鼓 一朝过后要复首而立 尤其啊 是晚上 是月夜 那最趁劲了 你想啊 这百出仰头望月家世的话 既有宗师气度 又不伤眼 反观你大白天 那大太阳就不成了 刺眼呢 不过也有办法 那就是细眯着眼 要沉默不语 千万别说话 狠话大话都要不得 一说出口就降了身份 你什么都不说 反而让旁观的路人 比如啊 我们这一大波 觉得高深莫测 江泥美好气道 你无不无聊 徐凤年一瞪眼 这可是我亲自闯荡江湖后 总结出来的金语良言 别人想听 我也千金不卖呢我 那个竖起耳朵 偷听徐凤年传道授业的 马家宝千金小姐 很快拆台道 果然是个经验老道的江湖骗子 少年听的尤为是津津有味 觉得这话真有道理 雪连城那些富家子弟啊 每次在街上调戏姑娘 可不就是喜欢那种邪魅一笑 还有每次啊 打开折扇 那都是清脆的啪的一声甩开 然后啪的一声又合拢 他就怎么学呀 都学不来那个笑容 当然呢 也买不起那扇子 所以这少年呢 他充满好奇的轻声问 还有吗 徐凤年洋洋得意的哼哼道 有啊 这里头的学问深似海 小子问你啊 你们雪连城有没有外号是 紫字开头的女侠呀 要么喜欢穿紫衣 要么喜欢用紫色配饰 肯定有对不对 少年一惊一乍 满眼的钦佩 使劲的点头道 有有有 公子你神了 这一年里啊 就有三四位神仙姐姐 都是这样的 那少女一撇嘴 猜出这种事情 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雪连城 还多的是那种 穿着白袍子 腰间挂着两把刀的 外向少侠呢 人人都自称 自己是某个人的 闭关弟子 不是喜欢大醉鸣钉 躺在街上看月亮 就是挑个步高的城墙上 爬上去坐在那 假装发呆 要不就是喜欢 跑到雪河楼下 卖弄狮子 我爹说他们身手 确实是有些 但跟雪连城的 顶尖高手比起来 差远了 还说这群少侠呀 不是小时候脑子 给驴踢了 就是长大以后 脑袋给门夹过 让我只要瞧见他们 一定要绕着走 徐凤年 语重心长的说 小姑娘 你不懂 这些 至存高远的少侠 都是年轻有为 虔诚似锦 踏日 必成大侠 少女没搭理这家伙 恶狠狠的 弯了一眼 少年红树枝 少年缩了缩脖子 灵机一动 现学现用 开始仰头望月 咱们再说那场中 在那个老头说了一句话后 场中剑拔弩张的形势 急转直下 老夫听说你们的主子 刘怀喜 一些事迹 分明是野心勃勃的人物 你烧话给那个什么 将军府 就说只要他姓刘的 肯双手供奉上 十柄名剑 黄金千两 和一栋战地白母 婢女百人的宅子 老夫就勉为其难 做他的首席客卿 哪怕日后对上了 天下前十的高手 他自会 有与之脚板的底气了 嘴角还有血迹的 那个姓齐年轻人 脸色阴晴不定 最终洒然一笑 他抱拳道 只要前辈 拿得下那名碍眼剑客 让晚辈好 取走血连交差 自会尽力 为前辈 引剑给义父 那少年慌了 他喊道 老头子 你不是说 要使我做徒弟吗 说下山后就传手 给我轻轻松松 成为天下第一人的 绝世武功吗 老人文言哈哈大笑 傻小子 就你那份粗笔根骨 老夫就是给你几十本 赏成秘籍 你也练不成高手 老夫当初要是不怎么说 你会帮我破去洞内的阵法 老人突然望向那个病泱泱的年轻人 你小子 你小的资质倒是马马虎虎 想不想入我门下呀 老夫此次东山再起 注定要名扬天下 你只要答应 老夫就让你 集权升天 这老人画风一转 望向那个背负紫霞的年轻女子 真可谓惊艳到了极点 就算当年自己肆意江湖的时候 也没瞧见过这般动人的女子 若是能够用作顶炉 未必不能重返武道巅峰 老人毫不掩饰她的贪婪眼神 咱们咱们嘴 她嘿嘿一笑 不过呢 你身边的女娃儿得归老夫 此等一品保顶 天于不娶 反受其就啊 至于你 年轻人哪 一个娘们算什么 只要有了世间第一流的蜈蚣 那徐凤年笑眯眯的在一旁插嘴 得得得得得了 本想还跟你聊几句 想听一听当年羊皮球老头所在的江湖 是怎么个光景 可你呢 啊 毕竟好歹是跟冬月剑持 董元锐交过手的江湖前辈 虽说惨败到给人用六知情砍断双腿 但活到今儿这岁数也不容易啊 可既然你自己想不开 那可没办法了 你啊 得谢我 如果不是我 你这会儿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你 江泥在旁边冷哼了一声 徐凤年没有笑意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那个恶名昭彰的 筑顶师吧 啊 擅长拿女子做顶炉 以彩阴补扬增长自身修为 连魔教竹路山都不乐意收纳的下三滥货色 董元锐六知情筑顶师逐鹿山 好不容易才从那座雪峰山洞挣脱牢笼的老人心头巨震 这徐凤年大概说累了 又蹲下身轻轻的喘气 只是除了江泥之外 所有人很快都呆若目击 甚至连那个中原剑客也大惊失色 因为他横于膝上的配剑 无论他如何压制都自行脱脚而出 那柄飞剑缓缓缓的来到徐凤年的肩头 微微阐鸣 如小鸟依人 如老马御主 老人吓得肝胆欲裂 他远离江湖很多年 但是眼力价还在啊 无家剑种的御剑术啊 这老人赶紧扯开嗓子喊道 这位公子 咱俩好好说话 别动手啊 你我能有今日的修为都不容易 我跟你说 飞剑如奔雷直刺而去 老人也顾不得保持那盘腿做刀的高手姿态了 身形迅速拔高几指 堪堪躲掉那柄定入墙壁的飞剑 飞剑剑尖一旋而退 在墙壁上勾出些许的黄土 拉开距离后 又一次刺杀而去 飞剑尔随之后 飞剑尖弥区 飞剑尖一族 飞剑尖一族 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雪中汗刀行》第六百五十一回 飞剑剑尖一旋而退 在墙壁上勾出些许的黄土 拉开距离后又一次刺杀而去 那位离开屋顶后一直装大爷装松式的老人手肘猛敲墙壁 就想要翻墙而逃 可是飞剑骤然加速一个接条出现在他头顶 老人只好弃尘丹田使出个千金转 那柄飞剑如同调戏一般 每次都有意无意指差 一线让那老人能够恰好有情无险的躲过剑尖 免去一见透体的凄惨下场 但又绝对无法离开那堵墙壁 在雪山中憋了几十年的老色披子 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不断的嚷着一些这雪莲城中人听不懂的怪话 不是那语气飞剑 是更上乘的飞剑术 你小子到底是无解剑种的什么人 为何分明不是你亲自养出的他人剑 却能够以你的神异千言 你难道是那当代无解剑官 那女子是你的剑尸 老夫知道错了 你小子 大爷 大爷你行行好好见下留人吧 更让老人绝望的是那家伙还有闲心的 抬起手臂 拔走了那柄刀 轻轻的握在手中 绊住香过后 精疲力尽 气机衰竭的老人呢 在被刺穿了二十余剑后 被一剑透过嘴巴挂在墙壁上 剑平封入墙 所以啊 才有如同挂尸的残忍效果 徐凤年握住那柄梁刀 撇了眼尸体 好像是犹然不解气 非剑掠出 以快于之前无数的速度 一次次刺入墙壁 一连串 砰砰砰的声响 尸体甚至没有下滑半寸 就那么一点一点 给刺成了一团肉泥了 徐凤年站起身 当他的视线望向那个刘怀喜 明灵子的时候 后者如遭重击 后被他轰然的撞在墙壁上 当场死绝 墙壁倒塌 两具尸体都消失在众人视野 眼不见 心不惊了 徐凤年在收刀后 又握住飞回手中的刀鞘 将那柄梁刀放入刀鞘 然后寄挂在自己的腰间 不理睬 像中还有屋顶流浮在内 那几拨都快吓尿了的夜行人 对少女少年呢 做了个鬼脸 他笑眯眯的说 怎么样 这下总该信了吧 像我这种真正的高手 不用站着 蹲着就很潇洒 站着的话 那叫一个玉树临风 我都不敢自个照镜子 我怕吓住自己个儿 哎呦 天底下竟然还有我这般英俊的爵士高手呢 江泥在旁边一翻白眼 德性 少年护在那少女的身前 少女躲在那少年的身后 他牙齿打颤 轻声说道 厉害是厉害 不过脑袋肯定被门夹过 倔强的少女扯了扯少年的袖子 对不对 竖这儿 那少年也小声嘀咕一声 啊 对 但是很快呀 就装傻半吃 亡羊补牢了两个字 呃 对 的吧 徐凤年心意一动 那柄借用片刻的长剑 飞回那个剑刻翘中 他微笑道 谢了啊 那个本以为在西域小小雪莲城 自己已算是顶尖高手的中原汉子 站起身沉声道 是晚辈 干些前辈的交剑之恩才对 徐凤年一笑置之 然后整个人的气势浑然一变 再没有先前的颓败迹象 他转头对江泥说道 事实上啊 我恢复的并不慢 甚至要比拓跋菩萨更快 早在两天前就可以自己行走了 现在他和李密必入城了 你已经救了我一次 这一次我也有了胜算 不是必输无疑 你别管我了 先带这俩孩子离开雪莲城 安顿好他们 你啊 就回西楚吧 徐凤年停顿一下 眨了眨眼睛 嬉皮笑脸道 可能有一天 我也会去找你 到时候 你就知道我有多厉害 知道 我是不是心无敌了 徐凤年独自走向巷弄 右手按在两刀柄上 背对着江泥 当年曹长青带走你 是我拦不住 只要这一次不死 那就是谁都拦不住我了 就在这时候 少年少女看到那个家伙 突然一个亮枪 差点就摔倒在地上 原本还有些莫名感动的少女 忍不住笑出声来 还是蹲着英俊些 少年在一旁 嗡嗡的点头 那个已经把那位 助言有数的 见到前辈 视为神仙人物的中原汉子 也有点不忍去看 只是在满腔侧眼之心的同时 这名剑客悚然一惊 刚才好像听到了 拓跋菩萨和曹长青 这两个名字 这位前辈不但跟曹长青 是旧时 而此时的对手 是那天下第二的拓跋菩萨 甚至值得拓跋菩萨与人联手 追杀他到雪莲城 这位前辈难道是 从未在江湖露面的陆地神仙吗 只是下一刻 他就觉得不香了 远处 脸色僵硬的江泥 一个长掠来到徐凤年的身后 一脚把这家伙拽了个狗吃屎 他愤怒的吼道 你还装高手 装上瘾了 江泥在巷弄拐角出 踢下了脚步 这一路逃亡啊 是停是走 如果停步又是怎么个打法 是倾听点水 还是不死不休 都是徐凤年说了算 今夜也不例外 缓步走出小巷的徐凤年 望向街道 果然什么事情 往运气最坏的地步去想 就会是什么事情 运气最好 是李密碧和拓跋菩萨 晚上半天入城 运气一般的话 就是两人已经舍弃 他这颗鱼儿已经返回 徐凤年叹了口气 然后眼神复杂的望向了他 江泥只是安静的等待下文 徐凤年轻声道 这次啊 不按老规矩走 咱们要盯着李密碧那老狗杀就行了 先前那些常把拓跋菩萨 当成目标的厮杀呀 其实不过是障眼法 如今恢复一定元气的拓跋菩萨 铁了心想走 没有徐衍兵他们拦截 我们是留不住 但是就像事先说好的 万一出现最糟糕的状况 你先撤 我殿后 江泥不知可否 他犹豫一下 问道 你知道北莽为何那么放心 顾建堂坐镇的东线吗 徐凤年反问 不是因为确定黎阳朝廷会按兵不动 江泥冷笑 这么简单 徐凤年背靠墙壁轻声说 谍报上倒是有消息说 泰安城有一撮人按捺不住 大胆提出两辽边军不能干瞪眼 不妨跟北梁遥相呼应 当然算不上元首 但可以像冀州元亭山那样捞取不少边弓 只不过这种嗓音呢 很快就给顾建堂直接弹压下去了 其中以侍郎身份寻边的徐拱 从一开始的强烈主战 突然倒戈 只字不提主动出击一事 在泰安城那边惹下了很多非议 本来就不多的声望啊 彻底降入谷底 甚至有人扬言 要让这位兵部侍郎大人 做一辈子的边锤侍郎 浮水坊只知道 卢生巷有一封八百里加急传入京城 直达御书坊 至于奏章上说了什么 浮水坊就没那份通天本事去弄清楚了 江泥预言又止 徐凤年笑道 还是别说了 我就当有个意外摆在东县那边 反正两寥的死活 我祥管也管不着 东县若是弥烂不堪 也是顾建堂头疼 江泥梅直接给出答案 你觉得天底下谁最恨顾建堂 徐凤年愣了一下 顾建堂因为有灭国之功 才得以继身春秋四大名将之一 南堂不去说 根本就没怎么打 倒是先前攻下的冬月 打了些可圈可点的精彩战士 真正跟顾建堂 有彻骨国仇家恨的人物 应该就只有冬月移民 徐凤年自言自语道 可那冬月连皇室都早就给收拾的服服帖帖 有点名气的武将也都死的差不多 冬月文臣则是最早归顺黎阳赵氏的那拨人 成为早年张顾两炉之争中张巨鹿的马前卒 尤其是御史台和兵部以外的五颗启示郎中 几乎半数都是冬月文臣出身 最出名的那对父子御史啊 永辉后十年中年年都要弹劾顾建堂的兵部 但是这些人呢 真说起来也就是给顾建堂这位大驻国挠痒痒 说不定两聊的顾建堂巴不得他们多骂几句 否则也坐不稳位置 大将在外从来不怕内庭文臣计较那点鸡毛蒜皮 相反 怕只怕名声太好 江尼痴笑一声 徐凤年一脸的恍然呕了一声 江尼疑惑的问 真猜出来了 徐凤年点点头 江尼撇了撇嘴很是不信 徐凤年倒 不就是王遂吗 他瞪他眼睛 徐凤年眨了眨眼 还真是 江尼使劲的摇头 徐凤年满脸的无奈 两季奔赴雪莲城 入城后马蹄在青石板上敲出的细碎声响 在依然喧哗的不夜城中显得无足轻重 几个罪汉正蹲在九寺外的街旁 不吐不快 无意间抬头看到那朦胧灯火映照出两名骑士的面孔 也没怎么上心 压抑不住喉咙一动 朝着两气方向就是一通的天女散花 酣畅淋漓吐过之后 觉得舒坦许多 结果其中一名白霜雪的骑士冷冷望过来 那罪汉咧嘴一笑 拿袖子呀 胡乱的擦了擦 不曾想天雷沟通地火一般 腹部又是翻江倒海 双手撑在地上就呕吐起来 然后他吐着吐着觉得有些不对劲 晃了晃脑袋使劲瞪了眼睛 才看到石板上一滩星红 然后他的脑袋呀 就重重的磕在地面上 再没有睁眼的机会了 醉死醉死啊 汉子就这么醉着死去了 对于老人的泄愤 另外一名神情萎靡的中年骑士 没说什么 设身处地 他恐怕也会有胡乱杀人的心思 先后两次大手笔的布局 上次是杀燕文鸾 这次是杀徐凤年 北莽江湖的顶尖高手 差不多折损了一半 关键呢 还都没能进攻 那张从南朝一路蔓延到北梁的珠网 也给牵扯得支离破碎 老人再怎么修生养性 也难免怒火中烧 这老人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自嘲一笑 他轻声道 北院大王 容我最后赌一把 读那个姓徐的不甘心 就这么打个平手 会亲身涉险 在这雪莲城等我们上钩 徐衍兵和谭台平静 大概需要六个时辰后到达 在这期间 如果徐凤年不但主动露面 而且故意卖弄破绽 跟咱们绕圈子 我可以答应你 不论机会看上去如何千载难逢 我都会收手 安心北返 在徐衍兵谭台平静入城前 撤离雪莲城 托巴菩萨点点头 就他个人而言 这场两人转战千里的生死搏杀 在那一箭非智之石 就已经收官落寞 托巴菩萨输得起 也放得下 大不了将来换一盘棋局 再战便是 托巴菩萨经此一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无论是心境还是修为 都大受弊异 当然 自己同时成为徐凤年 砥砺五道锤炼气术的磨刀石 也在所难免 将来那场患命厮杀 只会更加凶险 托巴菩萨对此 他心中有数 但是李密碧既然有救命之恩 托巴菩萨也就顺着 这位影子宰相的心意 一路南下 他不会刻意 为了那场争夺天下第一人的 两人之战 而养虎为患 如果能早早的杀掉徐凤年 托巴菩萨不会有任何心结 就像他先前对徐凤年所说的 在他眼中 江湖从来就不算什么 越马中原 成为新北莽的开国功臣第一人 进而成为后世史书上 当之无愧的武功第一人 八百年来 大秦师鼎 各国逐鹿 中原兵法大师和沙场名将不计其数 层出不穷 佼佼者如大凤王朝的忠兴三将 大凤王朝覆灭前 差一点就成功力挽狂澜的双臂 大楚开国后 在青云阁上挂图的十二位将军 春秋九国的对质征雄 柱子百家中纵横家和兵家 趁势而起 领兵并茂 前期冬月号称以一人之力 独敌大楚的军神李公林 数次率领齐军阳边大漠的无双儒将 韩渝夫 再接下来那就是春秋四大名将 人徒徐校 西楚兵甲叶白魁 冬月驸马王遂 顾建堂 如今又有曹长青 董卓 卢生相等人 开始拿十万数十万的假式 做手中棋子 笑谈谦 引领江山格局 甚至连众坛谢西锤 寇江淮这些年轻人 也火速崛起 李密碧 抬头望去 那是一栋高楼窍檐处的 月色灯火 两相争辉 老人突然轻声笑道 听闻北院大王 向来不喜好 附庸风雅那一套 唯独收藏了 大凤朝开国功臣 元风神的一幅字帖 后世好世者 喜好给先人排列作次 被大凤开国皇帝 誉为边疆长城的元风神 因为英年早逝 相比同代武将 名声不显于轻时 故而名次极为靠后 心眼比天高的黄三甲 也曾有兵家两汉一说 把元风神 以及籍贯之年 便临危受命 守卫以国命脉的 驸马爷王遂 并列为 时不我待的 命齐武人 拓跋菩萨对李密碧 此人并无好感 也无恶感 无需畏惧 也无需讨好 在北蒙啊 能够做到拓跋菩萨 这种心态的人物 一只手 屈之可数 前任北院大王徐怀南 先后两任南院大王 黄宋璐和董卓 就都做得到 为了北蒙千秋大业 鞠躬尽瘁半辈子的老人 他感慨道 我呀 从来就不喜欢什么江湖 大概跟少年时 富级游学的 所见所闻有关系 春秋九国 对霞境内江湖人士 都有招揽 大厨 大厨 视为龙中雀 南唐 汉作唐前宴 后来 黎阳也帮给那些江湖草莽 一只秀礼的袋子 一浅显 你们不过是赵家的池尖礼而已 老人松开马江上 搓了搓手 他喝了口气 笑眯眯的说 这些年来啊 我就像是一个渔翁 帮着陛下照看着 亭前那座小池塘 也难怪黎阳人自负 总说北马无江湖 因为他们有李春刚 王先知 邓太阿 曹长青 如今又有徐凤年领衔的 一大波好奇之秀 我们北马确实没有真正的江湖人 五大宗门里的四个 都是陛下的群下臣 你这位北院大王是武将 洪敬炎是柔然共主 好不容易出了个呼咽大官和洛阳 也都跑到黎阳去了 还得连你这位北马军神 都得在两莽大战前 专程跑去黎阳江湖走一遭 去那灰山看一看 飞凉红枯 藏刺满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 古鸣离路 不宇旧一户 帝王江湖 一个庙堂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风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六白 五十二回 拓跋菩萨有些讶异 印象中这李密碧 一直是一个信奉 百言百当 不如一墨的幕后人 自己凭借战功 第一次走入那座宫城 看到两个 两鬓灰白的长者 竟然就那么坐在 殿外台阶上 砍着大枣 手中握有半国兵马的徐怀南 并不陌生 拓跋菩萨年轻的时候 能够在北庭军舞中扶摇而上 在那群头顶慕容耶律 两大姓氏的 勋贵泉族中脱颖而出 徐怀南不偏不倚的袖手旁观 起了很大作用 那次觐见皇帝陛下 大半光阴都在殿外耐心等候 记忆最深刻的是 那个跟徐怀南一起 呼伦吞澡的老人 见到他后 老人那种斜眼一瞥的 沈氏眼神 如同一尾盘踞在阴暗角落 吐着杏子的蛇 尤为冰冷 从头到尾啊 都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徐怀南 在和和颜悦色的他 客套寒暄 那另外的老人呢 难得从潮湿洞穴之中啊 划出来晒一晒太阳的那条老蛇呀 就那么面无表情 一口一个啃着干草 等到拓跋菩萨被召入大殿面圣 后背脊梁仍是阵阵的发冷 李密碧大概不会知道 自己曾经给未来的北蒙军神 带来的那种震撼感触 他转头微微一笑 春秋伟生的那场洪家北奔 我北蒙坐收渔翁之力 但是不少移民都自认为无根之平 一心想着重返故土 就算活着做不到 死了也要子孙把骨灰带往南方 我李密碧跟徐怀南一样 也是移民 只不过他们有心落叶归根 我从来就没这个念头 医书上有一种植物 治疗毒虫蛇伤 叫做蒲公英 种子离开枝叶后随风远飘 落地急生根 落在河地 河地便是家乡 拓跋菩萨虽然以从不设 北蒙两性家世为女帝 信来器重 但是北庭南朝这些年的风吹草动 拓跋菩萨不是没有察觉 李密碧的言外之意 拓跋菩萨大致猜得出其中深意 事实上二十年来 北庭大族打压南朝那些 后进成为甲乙梁等的高于华族 多半就是使用这类伎俩 捕风捉影泼脏水很是熟人 只是从作为北蒙蝶子祖宗的 李密碧最终说出 拓跋菩萨就不得不万分重视了 老人扯了扯马僵声 坐骑减缓速度 他忧心忡忡的说 这些年来啊 就做了两件事 明面上照看鱼塘 暗地里清扫庭院落叶 后者可以说是捕捉那些 在他乡破茧的蝶 一只一只的收入隆重 我一直乐在其中 但是可惜成效不大 到最后连陛下都觉得 是我大惊小怪了 虽然还不至于猜忌成事那仰寇自重 但这几年越来越兴趣缺缺 尤其是徐怀南的死 让陛下很是伤感 我知道啊 陛下对于此事 是有愧疚和怨言的 愧疚是君臣二人 没能善事善终 让徐怀南死于非命 怨言是朝着我来的呀 因为正是我的提防和怀疑 才让那姓徐的年轻人 有机可乘 拿走了徐怀南的头颅 让整座北庭蒙羞 但是 我有一种直觉 怕我挖了二十年 也没挖出的一根损边 可在王庭和南朝 肯定有那么几条 居心叵测的漏网之鱼 隐藏其身 在苦苦等待某个时机啊 拓跋菩萨皱眉道 既然连先生都挖不出 就算真有几条漏网之鱼 已经相隔二十年 他们如何能够成事啊 老人缓了缓语气笑道 我逼不得那位太平令 也不同于你拓跋菩萨和董卓 对君政两世都是外行人 更谈不上什么高瞻远瞩 但是常年做着那些好似 生在眼皮子底下的脏活 养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好习惯 那就是误求 先把近在咫尺的人和事都弄清楚 否则就会寝食难安 我一门心思盯着那些个 起起伏伏的大族豪华 不像你们当中很多人啊 还在跟北梁铁骑死客 就已经把眼光放到了更南边的太安城 中原和那条广陵江 我有句话一直想问 但又不能问 今日只有我跟北院大王两人 不知能否解惑 拓跋菩萨沉沉道 先生请问 李密碧语气格外生硬 难道除了我李密碧 就没有人想过 北梁会赢 北莽会输吗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话说当徐凤年确定 王岁是北莽东县的定海神针后 他看上去风轻云淡 但心中却是波澜汹涌 这个消息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了 比起得知上阴学公齐阳龙 入京成为顾名大臣 毫不迅速 中原路陈 无数英雄风流被大浪逃杀 要么为国尽忠 要么避世逃缠 要么背负两姓家奴的恶名 进入黎阳庙堂 还有很多人 则就此隐姓埋名 在山林草莽中 和市井陋相间 寂寂无名 天下第十一的王明寅 南朝第一名将顾大祖 远遁北莽的西属太子苏叔和陆秀夫 在北莽落草围寇的 冀州寒家唯一遗孤 都是如此 若非徐凤年走入江湖 搅起风波 他们可能就这么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在一座座小泥塘中 就此沉寂 不会再闯入世人的眼帘 王遂的付出 折服二十年后的横空出世 无疑最为突出 尤其是此人选择了北莽 必然会对整个天下的格局 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个王遂是谁啊 这个风流倜傍的冬月驸马爷 西年的春秋四大名将之一 用兵最为出神入化 最擅长以少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 是春秋兵家处越旗正中的那个旗 真真正正与兵家叶白魁并肩而立 就是论事 当时尚未封王的徐霄 更多是凭借所向披靡的徐家铁骑 著称于世 个人的调兵遣将 无法跟叶白魁王遂两个人呢 相提并论 对此徐霄在子女面前也从无遮掩 极少称赞同辈人物的人徒 甚至从不掩饰自己对王遂的欣赏 就连李毅山也说 如果把处处以王道之师自居的叶白魁 换成是鲸鱼偷袭奔袭 喜欢大幅度转移兵力 善于齐步结合灵活运用 从不去打背水一战的王遂 徐家兵嘛 都没办法完成西磊壁之战的合围之事 王遂竟然身在北莽 自然是大不幸啊 但不幸中的万幸 则是王遂没有出现在两莽正面战场上 而是在东县牵制顾建堂的三十万两辽边军 按照黎阳宗藩法律 有藩王不许私见藩王的规矩 但是在更早之前 当时冬月国座尤存 就已经有一桩王不见王的趣事 一位是东海之宾某座城的女婿姓王 一位呢是冬月皇帝的女婿 恰好也姓王 王先知和王遂 一位从不过问庙堂荣衰的江湖宗师 一位罪卧美人兮 行掌天下拳的石拳驸马爷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人 不知为何闹得很僵 看到徐凤年陷入沉默和越来越凝重的脸色 江泥平淡的说 当年北莽那趟游历 我和曹叔叔拜访过王遂 曹叔叔劝过王遂 希望他能够为大楚效力 但是被拒绝了 王遂说冬月输给黎阳是大势所趋 非战之罪 至于冬月覆灭 他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 但是输给顾建堂 是他王遂 即年轻时输给王先之后的第二件旗旨大儒 他要在兵力相当 大势相当的情况下 跟顾建堂再打一次 徐凤年自言自语道 都是花甲之年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孩子气啊 军国大势 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今天啊 你打我一拳 明天我就要多踹你一脚 江泥神情古怪 王遂提到过你 他听说你练刀以后 跟曹叔叔打了个赌 王遂赌你 将来肯定要成为武道大宗师 徐凤年笑道 这有什么好赌的 这不明摆着板上钉钉的事吗 你那位齐带赵叔叔 这也愿意跟着压住 这也不是当散财童子冤的头 赌注是什么呀 江泥 没好气的说 曹叔叔 没说你无法成为大宗师 只是把你的成就 放到了跟他自己一般的高度 但王遂却说 你能够跟王先知干一架 徐凤年摸着小半寻 梅瓜的扎手壶茶子 王遂眼光很独到啊 有机会一定要请这个老家伙喝酒 就冲着他这份眼力 我可以先干为敬三大杯 江泥破天荒笑眯眯的说 你知道王遂为什么这么看好 当时不过一线金刚进去的你吗 徐凤年哪猜得出王遂 这么个成了惊的千年老王 不是怎么想的呀 他随口说道 相貌呗 江你好像是遭受重创 憋气的无言以对 徐凤年震惊道 王遂真是以貌取人 江泥心情大坏 不愿意再说话了 徐凤年开始自顾自的推敲琢磨起来 这王遂出身高门士族 年少时放浪行骸 围气任侠 籍贯后才浪子回头 习武仅五年 刀剑弓枪 十八般武艺 样样炉火春青 尤其是剑术不俗 连剑池宋念青和柴情山 也颇多赞誉 王遂年轻时 又是冬月公认的美男子 朝中那些个绅士出众的富人女子啊 都喜欢倪称为弹朗 这么说来 跟我是同道中人呢 难怪 江泥忍不住啊 就要又踹上一脚 徐凤年早有预料 转头就是一个瞪眼 大概是早年被欺负惯了 哪怕如今是如陆地神仙 遇风千里的女子见仙 也当下呀 就下意识的碎 徐凤年游自气呼呼的说 说 这毛病跟谁学呢 曹长青啊 还是老太师孙希基啊 江泥冷着脸小声嘀咕着 要你管 徐凤年揉了揉屁股 不久前小象中的那一脚啊 让他好不容易经营出的高手风范 毁于一旦 突然满脸愤愤 阴阳怪气的哼哼的好 听说你们西楚庙堂上 有个年纪轻轻的小白脸 姓宋 名头很大呀 大道连泰安城都闻其面至白 美滋疑 萧萧素素 如松下清风 高而徐也 很多人吃饱了撑着 说这家伙经常游历山川 被那村夫乔夫 误以为仙人下凡 连齐阳龙也在赵传面前为其扬名言喻 说那姓宋的文才斐然 天下年轻世子一辈 做诗词文章 如同龙宫探骊龙 唯独此人祸诛 其余不过就是个临走 所以现在黎阳有龙张奉姿一说 就是说这家伙的风采 以及啊 那姜妮呢 假装是一脸茫然 打断了徐凤年的叙血叨叨 龙张是我听说过的 宋茂林嘛 大厨史上最年轻的汉林院学士 如果不是曹叔叔朱玉在先 他将会是最年轻的齐带照 但是至于什么龙张奉姿 什么北徐南宋 什么宋茂林文章某某某的 什么姿容交相 那我就不知道了 徐凤年气笑了 不是 就那小白脸 他也好意思跟我并练 我一只手就能撂到 一千个宋茂林 不就是写了篇 马马虎虎的文章吗 我看也就那么回事 哲仙人个屁 姜妮依旧是那副 眼神无辜的模样 这样啊 如果我没记错 孙老太师夸过他一篇习文 可当十万兵呢 然后他开始低头扳着手指头 黎阳中书令齐阳龙 说他文采好 有哲仙人之风 门下盛坦坦翁 说他的科举致意 水平不输孙吟 国子健左记九姚白峰 说他知书且达理 加上我们大楚的孙老太师 说他习文写得有气势 曹叔叔说他奇异 只逊色泛长后一现 天底下最有学问的十个人 这就有五个人说他好话 我再数数看啊 好像还有 徐凤年在旁边一翻白眼 打住打住 那小白脸也就是在 士林文坛有个丁点名气 你再看看你所谓的某某某 这姜妮故意左看右看 就是不看徐凤年 谁啊 在哪 哪呢 我怎么看不到 徐凤年伸手轻轻的按住 姜妮的额头 不让他摇晃脑袋 姜妮拍掉他爪子 鄙夷的说 你无不无聊 去关心一个远在天宾的广陵道读书人 北盲百万大军都一股脑的压在北梁边境上了 你顾得过来 徐凤年看着姜妮的眼睛 他轻声问 据说你们西楚庙堂上有大半文臣都建言姓宋的于你 这姜妮再一次打断了徐凤年的话 他脸色如常 平淡的语气 好像是在说一件置身世外的小声 之前还有人提议叩江淮 接着是谢西锤 然后才是他宋茂林 徐凤年脸色阴沉 他沉声问 他曹长青在做什么呀 如果说他是太忙顾不上你这位大楚公主 也没见他一路打到太安城脚下呀 如果说他很闲 那么连庙堂上几张破嘴都管不住 就这样还想复国 姜妮摇头倒 曹叔叔已经很好了 徐凤年欲言又止 姜妮轻轻的吐出一口气 望向灯火剑暗的街道远方 怎么说 是主动迎战 还是慢慢耗着 等他们找上门来 徐凤年瞬间恢复了吊儿郎当的模样 先前好不容易积攒出这么一口气势 结果给你一脚踹没了 那就等着吧 雪莲城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大概啊 还有个个板个时辰 姜妮疑惑道 不走 反正我们都逃了一路了 不在乎这次了吧 徐凤年没说话 反身走回巷中 姜妮默然的尾随其后 马家宝的千金小姐 马上公和贫寒少年 红树枝都还在 那名中原剑客 也赖着没离开 显然是对那颗雪莲 没死心 看到剑仙前辈和荣雁绝美的 悲侠女子返回后 神情复杂 中年汉子心知肚明 两位神仙中人 也是奔着雪莲来的 抢是绝对抢不过 求也多半求不来 但他一想到那个美月 必须靠着辽东老身 调命的他 汉子一咬牙 对徐凤年一抱全倒 前辈 那颗雪莲能否割爱给在下 晚辈少木愿意拿性命来换 徐凤年愣了一下 他摇了摇头 哎 这株雪莲我必须要 没什么好商量 少木神色悲苦 闭眼后猛然睁眼 毅然决然倒 那在下 只好跟前辈请教一二 徐凤年摆了摆手叫道 你啊 不妨等上一晚 如果到天亮时分 我还留在城住 你可以拿命去换 刘怀席府上的那颗雪莲 如果我已经离城 你再跟那个孩子做买卖 无非是帮他去 马家宝走一趟 以你二品小宗师的实力 随便拿捏一个私人宝寨 想必不难 有个古怪名字的少女 壮着胆子反驳 我们马家宝的护院教头 江湖人称卫铁枪 一杆炉叶枪 金铁筑成 长衣杖二 仅是枪头就有一尺三寸 厉害得很 我曾经亲眼见过 魏教头一枪捅穿三具铁甲 再说了 我马家宝 还有一只来去如风的骑军 就算雪莲城的那个座 刘将军府邸 也不敢小觑 咱们马家宝 少木一笑置之 倒是徐凤年蹲坐在少木身边的台阶上 笑眯眯的说 哎 听上去你们十分兵枪马壮啊 问个问题啊 祖上就是当地人 还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 那少女小心翼翼的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 徐凤年见他不愿意回答 也就不再追问 开始凝神养气 少木犹豫了半天 终于还是忍不住好奇的问 前辈 难道真要跟那北莽拓拔菩萨 一较高低 徐凤年嗡了一声 饶是自认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少木 也暗自则舌呀 既然能跟北莽军神过招 最不计也该有一品纸玄的修为 甚至有可能摸到那传说中的天象 进门槛了吧 姜妮啊 本意是看不惯这家伙故作高深 冷横着拆台 哼 已经是打了大半巡 还是一个月来着 还不是没分出胜负 少木的两颗眼珠子 差点没从眼眶的里边 蹦出来 他深深的咽了口唾沫 飞映 涟了红枯 樟次半马虎 多少天已过累 苦 护 高雁闭路 不宇宙一湖 帝王江山寄仆土 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653回 虽说在远离中原江湖 消息闭塞的雪莲城待了几年 少沐也尾时想不通 谁有这一份通天本领 南无成是自己有眼无珠 身边坐着的这位前辈 是那桃花剑神邓太阿 否则用剑的高手中 剑池宋念卿 和东南第一剑客柴青山 那都是老头子 唐熙剑仙卢白杰 还不至于有这份能耐 岁数也是对不上 少沐从中原赶赴雪莲城期间 在西蜀境内倒是听说 吴家剑种的剑冠吴六鼎 带着一名女子剑士 开始行走江湖 刚才那个死在前辈剑下的老家伙 也是如此猜测 提及了仰剑和飞剑 不过少沐不觉得吴六鼎 短短几年内就可以达到 跟拓跋菩萨全力厮杀大半寻的高度啊 再精彩绝艳的武学天才 没有一场场命悬一线的搏杀 没有经历多位顶尖武道的宗师卫招 凭借天赋寄身一品境界不难 但拥有五瓶十人修为 仍是难如登天 半个时辰后 少女昏昏欲睡 少年强撑着眼皮子 徐凤年抬起手 那头六年放 穿破夜空斜坠而下 徐凤年取出那截 纤细竹筒内的密信 如是咒服 江泥投来询问视线 徐凤年开怀道 徐衍兵撇下所有人 单枪匹马杀到雪莲城外 最多半个时辰 就可以入城了 江泥呕了一声 那我等半个时辰 徐凤年摇了摇头 不用 既然徐衍兵 比我预料早这么多赶到啊 那你可以放心返回广陵道了 然后徐凤年转头 分别对少年和少母说道 红树枝啊 去把那株雪莲拿来 我自然呢会帮你完成心愿 少母啊 最迟明早 我就能给你要来 刘怀喜的那株 记得送完雪莲后 立即赶赴北梁 你在幽州或者灵州 随便一座驿站 自报名号 到时候会有人 把你带到我的面前 总之 你少母的这条命 我收下了 少年一半雀跃 一半忐忑 他战红了脸 当真 徐凤年轻轻振臂 让那只海东青 重返夜空后 他点了点头 我的剑术如何 你是亲眼瞧见过的呀 少年欢天喜地的蹦跳起来 火急火燎的去屋内 捧出了一只铁匣子 匣内储兵 兵裹着雪莲 徐凤年接过了匣子 交到疑惑不解的将你手上 那送你的 徐凤年指了指 他脖子上的伤口 又指了指 自己的脸颊 雪莲 大概是世间女子 最好的养颜之物了 不给江尼拒绝的机会 徐凤年看着他 平静地说 还有 稍句话给曹长青 就说让他放心 有些地方 北梁铁骑 熟门熟路 徐凤年眨了眨眼睛 要是不介意 再帮我捎句话的话 麻烦你跟那姓宋的 小白脸说一句 什么风神玉朗的哲仙人 我会打得他爹娘都认不出来 江尼抱着匣子 不说话 徐凤年笑道 撑半个时辰而已 我其实需要单独面对 拓拔菩萨和李密碧 打一架 我要让拓拔菩萨的心境彻底受损 下一次捉顿厮杀 就有更多胜算 放心 一旦见机不妙 我要跑很容易 这一路啊 我始终在休养生息 足够我跟他玩半个时辰的猫抓老鼠了 江尼还是沉默 徐凤年打趣道 怎么 不舍得走 江尼呸了一声 徐凤年挥了挥手 走吧走吧 江尼表情僵硬生冷 他转过身 大梁龙雀飞出紫檀剑匣 横扶于身前 他轻轻的跃了上去 转瞬间便如虹而逝 少墓又一次呆若目击 这他娘的又是一位剑仙 啥时候咱离阳江湖的陆地神仙 都这般的烂到街了 少女咧着嘴傻笑 我就说吧 真是神仙姐姐 少女一脚踩在少年的脚背上 少年金鸡独立 呲牙咧嘴 约门半住相后 少女看着那个站在台阶上 始终望着仙子消失方向的男人 他轻声的问 你是骗他的 对不对 徐凤年笑了笑 转身对少墓说道 你带着两个孩子呀 去雪河楼 说我答应给你一株雪莲 宋夫人会不计代价 帮你跟刘怀喜讨要 然后让雪河楼安顿好他们 走吧 从后门走 在少墓带着少年少女离去时 依稀听到一阵马蹄声 从远处小巷中传来 两季入巷后 马蹄渐缓 城中灯火渐淡 越发显得越滑正浓 李密碧轻声笑道 兴许的后知后觉 总算意识到正是那女子的浓郁剑气 泄露了他们二人的踪迹 这才让她率先远离雪莲城 百里之内 那把大梁龙雀 就算藏剑在侠 在我眼中 仍是十丈外晃营火 依稀可见 不过依此可见 西楚江泥 虽是百年一遇的剑僻 但距离那传说中 到达天下共主的境界 还差些话号 没有江泥从旁压阵 那年轻人绝无胜算 关键就看老天爷 给不给他再次逃出升天的好运了 一路上猫抓老鼠 几方掌握绝对主动 当时死战在尽 徐凤年竟然仓促间 出现一手昏招 自折羽翼 但是拓拔菩萨的脸色 并不轻松 应该没那么简单 这些年礼仪长场搏命 第五合 杨太岁 韩生轩 王先知 黄青 加上同仁师祖 也尽是稳操胜券的境地 可是最后活下来的 都是他徐凤年 这可不是简单运气 两个字可以解释 说到这 拓拔菩萨洒然一笑 如果不是先生及时赶到 我也不例外 会成为徐凤年的 又一块垫脚石 今夜一战 先生不妨 引浮暗中 我已恢复七七八八 足以跟徐凤年来一场 硬碰硬的刺杀 不论是徐凤年和江泥 藏有什么后手 还是他自认走投无路 只想着与我同归于尽 先生能够从容应对 李密碧略做思量 他点了点头 毫不拖泥带水 身影在马背上一闪而逝 在这位多年盘踞北莽那张 诸网正中央不断吐司 输网的蝶子祖宗看来 徐凤年与拓拔菩萨那一战 如果不是自己横插一杠子 以生死论是徐凤年赢了 但以胜负而言 始终是拓拔菩萨略胜一筹 因此拓拔菩萨对于自己的出手 并没有什么心结 那份圆满无瑕的无垢心境 也未裂开缝隙 李密碧本身就是 黎阳寒生轩死后的指玄第一 比谁都清楚破境难缘的道理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李纯刚那样 心境跌落后恢复巅峰 这便是所谓契机可全无 耽搁起日功夫 心境不可损一丝 百年也难全 况且徐凤年受伤 圆禀的拓拔菩萨惨重 想来契机充益和体魄痊愈的速度 皆要比拓拔菩萨慢上许多 雪莲成一战 李密碧实在找不出 徐凤年能够侥幸胜出的理由 不过要是他徐凤年执意避战逃窜 李密碧仍是没有自负到 可以让这徐凤年有死无生 不入一品 甚至哪怕是一品金刚镜 永远是井底之蛙 看不到井口外天空的风景壮观 武夫只有成功继身指玄境 察觉天地运转的脉络 才算是井上之人 方可顺势而动 如意为由于在灰灰法网中肆意穿梭 至于天象境界和更逍遥的陆地神仙 那就是更可以跟老天爷坐地还价了 李密碧有些遗憾 因为是北莽的影子宰相 这辈子做了太多也许顺己心 但肯定违背世道的事情 一直呢不敢进入天象境 怕就怕到时候反而作茧自负 李密碧相信韩生轩一辈子没有真正跨过天象门槛 应该也是有这层顾虑 李密碧相信 冥冥中自有天意 阴丝太重 必然为天道所不容 他神出鬼没的来到了一栋高楼的飞檐翘角处 脚下的翘檐背脊 没有雕刻有麒麟这类常见辟邪起伏的灵兽 而是一条姿态活泼的鲤鱼 大概是寄予了中原独有的临水而居的清水之风 眼下有绳 记挂着一盏风铃 随风而动 叮叮咚咚 悠扬清零 此处跟那条小巷 那栋小屋 不过五百步的直线距离 居高临下 视野开阔 李密碧可以对那边的形势一览无余 那场没有惊动雪莲城的战事一触即发 李密碧除了关注那场双方同为大宗师的顶峰之战 眼角余光 一直留意着江泥遇见远去的方向 李密碧突然笑出声来 一时间感慨良多 如今是江湖的前所未有的大年 高手如云 哪怕年老一辈死的很多 但年轻一辈冒出来的更快 是毋庸置疑的千年最盛况 五平十四人 四大宗师和十大高手 这十四人竟无一例外都是大天象 甚至是陆地神仙 且不说遇见千里的江泥 就说已经是货真价实天象境界的轩辕清风之流 搁在以前的江湖啊 那绝对是不但进入十大高手之列 还会名列前茅 但不行 撞上了这么一个时代 如果加上白衣僧人齐当心 这些深藏不露的江龙虎脚 轩辕清风 恐怕呀 连前二十之内都没一席之地 除了那些冒了尖的被人熟知的宗师大宗师 更有那个继魔头洛阳之后 在北莽境内如入无人之境的天下第一美人 高深莫测的武当年轻长教李玉甫 站在东海武帝城打潮的江府钉 从天师府走下山的龙虎山三代祖师转世的赵宁神 游历民间的齐仙侠 吴家剑种的剑冠吴六鼎和那剑士女子 甚至连徐凤年的三个徒弟也逐渐展露头角 如果世间高手任选两位捉对厮杀 李密碧眼前这场北莽军神 对上北梁王的二人之战 恐怕也就只有如胜曹长青 跟剑仙邓太阿的巅峰之正 堪堪可以媲美 李密碧不知为何呀 弯腰盘腿而坐 不再理会那场小巷中的动静 他闭上眼睛 清风拂面 满头霜雪的老头 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张干饼 悠悠然的轻轻的咀嚼着 听着近在咫尺的风铃叮咚 老人摇晃着脑袋好似乐在其中 吃完了干饼抹了抹嘴 老人缓缓起身 仰头看着月明星夕的夜空 他开怀大笑 乌乎哀哉哉 此事此景 微乎高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却说远处小巷 干脆利落的雄魂一刀 代客迎接拓跋菩萨 与无声处起惊雷 于平地上声乐灰 拓跋菩萨 拔鲤马被高高跃起 几乎同时 徐凤年一刀将那批慢跑在 巷弄中的高头大马尸 披斩成两截 穿过大马尸体后 脚尖在墙壁身一点 对着高出地面十多丈的 拓跋菩萨又是撩起一刀 分不清是刀芒还是乐灰 披静巷弄的上空 白衣茫茫的一片 拓跋菩萨双手握拳 做锤打之势 朝着雪亮刀芒和清亮刀锋 一锤而下 徐凤年双手而握的那柄 就是北梁刀 没有硬扛这起锤击 顺势连人带刀一转 旋转出了一个大圆 两人刹那间互换位置 来到拓跋菩萨身后 更高处的徐凤年 一刀向下斩向后背 拓跋菩萨 气沉向下 身形下坠的速度 竟是比那刀芒 还要快上许多 双脚触及地面之后 保持蹲姿的北渊大王 已经分离的双拳 在地面上各自一敲 也是身体一转 在那一刀气势 衰竭几分的时候 迎头而上 背对地面 一脚如鞭 砸向招式一老 但仍不愿收刀 换心事的徐凤年 后者呢 松开握刀一手 贴在刀背上 微微那么一拧 刀锋旋转 与拓跋菩萨的鞭腿 轰撞在一起 耳轮中顿时就听到 如剧中长鸣 徐凤年和拓跋菩萨 同时如同两颗流星 斜斜坠地 恰好一人堪堪的 站在小巷头 一人落在了小巷尾 同时前冲 奔跑途中的徐凤年 毫无颓丧气势 是意态风发 神采夺目 哪里有先前江泥在身边的时候 那种强弩之末的疲惫啊 更让人难以相信 这家伙会在走路的时候 亮枪 需要扶墙而行 两人相聚 时步之时 徐凤年身形凝转 刀随人走 在短暂的时光 那位那斜坯的一刀 增添了充沛气势 便是拓跋菩萨 也没有直面这股锋芒 他背靠墙壁 脚步不停 在与徐凤年擦肩而过的时候 一掌推出 推向徐凤年的太阳穴 徐凤年低头 弯腰 原地旋转 一刀横腰而斩 一拳落空的拓跋菩萨 不做纠缠 继续前冲 依旧没有硬扛那一刀 徐凤年呢 追尾而去 左脚微微加重了一刀 斜刺的冲向墙壁 伸出一脚踩在墙壁上 下一瞬间 身形就撞在另外一侧墙壁上 如此的反复向前尾随而略 他和拓跋菩萨 就在这条不知名的小巷中 一高一低 展开了一场无声无息的思想 从双方落地后的对撞开始 徐凤年两刀 没有在小巷地板和墙壁上 留下任何痕迹 拓跋菩萨那一拳 也没在墙上留下窟窿 甚至连指头大小的线坑 都不曾出现 接下来依旧是如此异常温吞的诡异形式 只容两气并肩而行的狭窄巷弄 徐凤年虽然滚刀而走 但没有绽放出任何刀芒 偶有月灰照射在梁刀上 才映射出一抹白光 分明可以打出那种气吞天地气势的拓跋菩萨 功少首多 可徐凤年也没有以往跟人死战时那种 玉石俱焚的气焰 两人除了出手快 收手更快 快如急电惊雷 就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亮点了 这样含蓄至极的厮杀 简直都比不得两名称雄周骏的 二品小宗师之间的打斗 两个有资格跟天地君王 不用讲理的大宗师 在这条巷弄中 彬彬有礼收放有度 既不余句一点也不过界一寸 如君子倾谈 没有任何利拔山河的雄壮 没有大开大合的酣畅 只有点到其指的内敛 反而如同女子 这就只有毫发之争 但是一旦攻城 世间也许就要少掉一名大宗师 两人很有默契的画地为牢 小巷是牢笼 一场龙中斗 双方只求一针刺在对方的心境之镜上 北洋红枯 北洋红枯 苍赐满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 古灵笔路 不余旧一湖 帝王将生寄普图 一个庙堂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风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六百五十四回 当今天下四大宗师 除了正在交手的拓跋菩萨和徐凤年 如圣曹长青 以王道入霸道 分明是取死之道 四张摆在五道顶点的椅子 曹长青等于是自己站起身离坐了 那么就只剩下剑道魁首的邓太阿 今夜谁能胜出 不只是分出两人之间的胜负生死那么简单 而是可以很大程度上来摄取抢夺对方的境界 将来再与邓太阿过招 无疑会战尽先机 所以可以说呀 今夜一战几乎可以决定将来谁会是当之无愧的世间第一人 这一刻呢 两人各自侧过脑袋 拓拔菩萨的拳头像是搁在了左肩上 徐凤年的梁刀也像是被拓拔菩萨的肩头给挑起来了 徐凤年鬓脚发丝不动 手中梁刀看似已经抵住墙壁的刀尖 事实上也没有刺入墙壁一丝 下一刻 拓拔菩萨一记膝状在徐凤年的腹部 徐凤年也一拳敲击在拓拔菩萨的心口 两人分别厚壮 脚步在青石板地面上滑行出去 拓拔菩萨右手向下一按 在后背就要贴靠在墙壁上的瞬间 止住了后退趋势 徐凤年握刀的手腕一抖 也如出一辙不曾跟墙壁接触 拓拔菩萨一手挥出 挥在徐凤年的侧面上 徐凤年同时也挥出一刀 拿刀背给拓拔菩萨来个大嘴巴子 两人一起摔出去之后又各自站定 徐凤年扯了扯嘴角 拓拔菩萨面无表情 但是脸上啊 被刀拍出来的那条印痕清晰可见 李密碧是要他死 拓拔菩萨是要他输了再死 就如那少女凭借直觉所猜测的那样 徐凤年是在骗人 当时从六年凤那收到的谍报 根本不是徐掩兵很快会赶到的好消息 而是那道准许一万鼠兵出境评判的圣旨 才进入西鼠境内 北梁浮水房就已经确认 陈之豹和谢观应已经在青州水师中悄然现身 这是跟随靖安王照寻同行的疏修秘密传递出来的谍报 这意味着陈之豹会在明面上带领蜀兵加入战场之前 就可以对广陵江战事造成直接影响 在这种时候 没有气运再深的江泥坐镇军中 整个西楚国势会截然不同 徐凤年除了清醒过来的逃亡前妻啊 一直在骗的 有鸡汤和尚赠送的那只西纳气术的佛波 徐凤年的恢复速度 不但不比受伤更轻的拓拔菩萨慢 反而还又更快 如果没有这份密报 徐凤年还会继续骗下去 假装半死不活 假装需要他背着自己一路逃难 一起颠沛流离 假装没有他呀 就半颗时光都撑不过拓拔菩萨和李密必的追杀 而那个从来就不聪明的小泥人 也的确被蒙在鼓里 不问为什么每次都会有惊无险的逃离截杀 为什么他每次都能恰到好处的看穿李密必的杀招 在一旁呢 还从中指点 而且每次事后点评得失 三言两语 就能让他在剑道造诣上突飞猛进 他本想在雪莲城中 堂堂正正的跟拓拔菩萨打一下 除了让他一旁观战获得避疫 更像是完成少年时的那个心愿 给他证明一件事 什么 你说我只会欺负你 怎么可能啊 我只要真想习武 别说什么十大高手 就是王先知不敢自居的天下第一 也是探囊取悟啊 到时候再在城外分别 他就可以送出那株雪莲的时候 大言不惭的割写一句 这可是天下第一的高手赏你的 远处高楼上 李密碧的心情从一开始的闲逝 一点一点凝重起来 他看了眼天色 天亮 整整三个时辰 小巷中的两人仍是没有分出高下 不是李密碧不想插手 不想趁火打劫 哪怕惹恼那个北院大王 李密碧只要能够杀掉徐凤年 根本就无所谓拓跋菩萨的看法 但是李密碧几次离开高楼靠近小巷 竟然都没找出半点破绽 如此反复数次无功而返 李密碧只好耐着性子站在楼顶 几次跳外城外十几里的某处 更加的忧心忡忡 内抹剑气 他最先是三百里内便能捕捉到 半旬之后只能缩短到两百里内 到达雪莲城之前只有一百里 如今不过五十里都变得含糊不清了 看来呀 没过多久 这世上真要出现一位女子见先了 李密碧继续等着 等到天微微亮 天地渐开清白 李密碧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 飞略下楼落在巷尾 徐凤年和拓跋菩萨刚好又一次拉开距离 徐凤年单膝跪地 梁刀在身前地面上划出了一条长长的沟槽 拓跋菩萨也不好说 就那么坐在地上破天荒大口喘气 李密碧则站在拓跋菩萨不远处 没有说话 拓跋菩萨轻轻叹息一声 他站起身来平静的说 没意了 走吧 李密碧点了点头 再空耗下去 等到徐衍兵赶到 那就要沦为给人家瓮中捉鳖了 拓跋菩萨在转身前望向那个已经站起身的年轻人 他笑道 哪怕北梁铁骑死得一干二净 也不论你如何山穷水尽 只要你徐凤年开口 我都可以与你单独一站 徐凤年提刀而立 莫不作声 当破拔菩萨和李密碧两人出城北规 城外也有一道紫红片刻后向东远去 大战过后 徐凤年手中的那柄梁刀不堪重负 断坐两截 弯腰捡起那截断刀后 率先放入刀窍 雪莲城以北执行三十余里 两人折向西方 李密碧终于开口了 他摇头笑道 这北梁王年纪轻轻 心机倒是深沉 拓跋菩萨突然问 先生知道为什么昨夜没有搏命而只跟他做心境之争吗 李密碧想了想仍是想不通 或者说不愿意相信那个真相 拓跋菩萨笑道 拿气术转为境界无关的实力修为 身在宝山的徐凤年随时都可以肆意挥霍 但是他依旧很有分寸 只做到保证不死的地步 徐凤年在小巷那起始的一刀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事实 让我们不要逼人太甚 如果仅是拼命比拼气急消耗 他徐凤年不但不会输 而且你我之间 说不定会有一个被留下 只不过他大概是想多留一些家底儿 留给他那个摇摇欲坠的北梁 李密碧细许道 气术 北梁的气术 拓跋菩萨沉声道 我先不去刘州 跟先生回一趟南朝 提醒一下陛下和太平令 李密碧突然恼火冷笑 总说我北莽江湖 算不得真正的江湖 那他徐凤年作为黎阳首屈一指的大宗师 连打一架都如此不爽力 何曾行事潇洒了 曹长青 顾剑堂等人也是如此 就剩下那个邓太阿 还算名副其实 拓跋菩萨脸色不变 伸手抹去从鼻子躺出的鲜血 他当然道 可怜人自有可恨处 可笑人自有可敬处 所以我希望徐凤年死在我手上 而不是像西蜀剑黄那样 死在乱军马蹄下 再说雪莲城中 一个佩刀的年轻人 站在卖肉囊的小铺子前 愁眉苦脸 这铺子掌柜的等了半天 也没瞧见这家伙掏出钱袋子 翻着白眼 久而久之啊 也就不搭理这个囊中羞涩的穷光蛋 咋的呀 老子一个大老爷们 又不是那些年少饭吃的小娘 和如狼似虎的妇人 你以为长得人模狗样的 就能吃白食啊 妖精夸把刀 你就是大侠高手 吓唬谁啊 只是没过多久啊 赶来铺子帮忙搭手的媳妇和女儿 郁郁还修更修的使劲偷撇的 这个年轻人 让卖肉囊的汉子一阵头疼 外加牙疼 真想拿那个最小的肉囊啊 赶紧打发这家伙 好让他赶紧滚蛋 只是自己那个没脸没皮的 败家娘们 已经抢先一步 给了自家女儿两张羊肉丁 分量最足的肉囊 使了个眼色 然后女儿啊 也不害臊的摇晃着腰枝 站在那个年轻王不旦的面前 怯生生的递出肉囊 笑着说不收她的同情 汉子狠狠的转过头 眼不见心不烦 娘的 老子年轻的时候 比你小子英俊多了好不好 就在年轻人笑脸 灿烂伸手去接肉囊的时候 他身边响起了一个 愤愤的嗓音 你要不要脸 然后他瞪着那个铺子的少女 多少钱 少女恶然的回答 一只羊肉囊 三文钱 两只五文钱 他转过身 背对年轻人 从一只锦绣钱袋子里边 小心翼翼的掏出了 约没七八枚 降服通宝 一文的小钱居多 折二钱的也有两枚 大样钱不多 在降服年间发行的通宝啊 都算是新钱 跟那些可供收藏的钱 朝明权扒杆子打不着 他自顾自在的嘀嘀咕咕 最后是实在舍不得 交出去五枚 一文小全 也舍不得拿出那枚 面值十文的铜钱 因为他钱囊中啊 就只有那么两枚 成双成对 拆散他们不好 最后他只好皱着眉头 递给那少女 一枚小全 和两枚折二钱 刚好五文钱 买两个肉囊 他脸上那种纠结的神色 就像是亲眼看着女儿出嫁一般 看得铺子少女和妇人哭笑不得 五文钱而已 至于这么难以割舍吗 年轻人伸手拦住了他 柔声笑道 行了行了 不花你的钱 收起来吧 这个佩刀公子哥 转头望向远处 招了招手 很快啊 就快步跑来一个 神态敬畏的魁梧汉子 那年轻人问道 哎 身上有银子吗 那人也算是雪莲城有数的一流高手 面对此人仍是战战兢兢的点头 一股脑的把身上所有银子掏出来 恨不得把性命都交出来的恭敬家世 年轻人呢 只要了一粒碎银子交给少女 拿过肉囊 他微笑道 不用找了 为那个笑脸而心神摇曳的少女 娇嘀嘀的说 谢公子 而他身边的那个女子则撇过头 放回铜钱后 嘴唇微动 满脸不谢神色 看嘴型啊 应该正是谢公子那三个字 年轻人笑着 分给他一张新鲜出炉的香喷喷肉囊 然后说道 我就不送醒了啊 记得呀 别欲见离城 光天化日之下 也挺吓人的 背着紫色匣子的年轻女子 拿着肉囊 静止的转身 走向城门 他等到他身影缓缓消失在眼帘中 这才与他背道而行 那个魁梧男子 身在雪河楼 作为宋夫人贴身护从的浮水房死士 一直低眉顺眼 不敢多看他们一眼 那男子走远后 低头张嘴 咬在肉囊上 肉囊上 满是腥红的鲜血 远处高如九天的云端之上 霞光万丈 一昧飘摇的女子 站在大梁龙雀之上 欲风而行 浑身沐浴在金黄色中的她 双指捏着一枚铜钱 举在头顶 痴痴的望着 她骗他 他知道 他突然有些懊恼 猛然间欲见拔高 不知千百丈 愤愤大 应该找回些铜钱的 雪莲城青楼繁多 且扎堆 高楼绵延开去 层层叠叠的飞檐 竟然堆砌出一种 类似皇宫大内的气势 雪莲楼 就是其中 窍延最高的那一栋 足有八层楼 步步登天 快活似神仙 不夜城的名头啊 也来源于此 正值拂晓时分 那条宽阔主街 也不见冷清 不断有一扇不整的豪客 在妖娆女子的衣卫下 走出青楼 若是在街上 遇上了床榻上的连近 男子间相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徐凤年让那名浮水房死士 在前遥遥领路 当他走在满是浓郁 脂粉香气的街上 不乏有劳累整宿 本该回楼补教的青楼姑娘 对徐凤年抛着媚眼 胆大些的女子呢 更直接拿婚话勾的这位 脸很生的俊哥 街道很长 徐凤年配刀前行 惊呼声吆喝声和调笑声中 以至于许多堪堪爬上床 却未曾睡死的女子 都循着声响 打开窗栏 趴在栏杆上 笑望着那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 也不知是谁呀 开了个头 嚷了一句 说公子 奴家倒贴 你二十两银子 来不来 很快就有人喊三十两 那名血河楼除了宋夫人外 唯一知晓 徐凤年身份的浮水房 二等碟子 冷汗直流的同时 也横生出几分豪气甘云的气感 觉得北蛮子那边 如果换个年轻的女帝执政 那么两莽 是不是就不用打了 徐凤年躲过那些刮果 丝巾肚兜在内乱七八糟的 那些个物件 有些无奈 他这才记起 自从跟他抱白猫 妩媚娘的那个 他分别之后 好像再没有逛过青楼 更早的时候啊 跟李汉林 炎吃鸡孔 五吃四人一起逛的 倒是也经常 也有这副场景 只不过那时候 梁州灵州的肖金窟 都知晓他的身世背景 更多是奔着 世子殿下的头衔 和他们兜里的银票去的 雪河楼 不同于其他青楼 位于街道两侧 独占街道尽头 鹤立鸡群 如面北朝南的君王 两旁有文武拱位 街道上的反常喧嚣 也惊动了雪河楼 所以等徐凤年走到楼外时 六楼以下 有好奇女子的脑袋呀 全都探出窗口 只不过雪河楼规矩森严 不敢像同行那般 胡乱凑热闹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 魁梧汉子 站在台阶下 摆出恭敬贵客的姿态 更是不敢造次 徐凤年对于这个 无伤大雅的小插曲 并不在意 四大宗师中拓拔菩萨 已经确认北反 邓太阿从来都不是敌人 曹长青在广陵道 天底下还有谁能行刺 又有谁敢呢 宋夫人 没有大张旗鼓的下楼出营 显然是谨慎起见 徐凤年呢 直上顶楼 宋夫人和那名前不久 有过一面之缘的雪河楼 新花魁于清凌 摒弃宁神 站在一间雅氏门口 宋夫人推开门 徐凤年跨过门槛 进入古色古香的房间 宋夫人和于清凌 悄悄跟上 那个汉子很快就关上房门 站在房外呀 当起了门上 在徐凤年找了条椅子落座之后 不用宋夫人出言吩咐 于清凌就开始煮茶 桌上的茶具早已备好 在徐凤年眼神示意下 宋夫人也跟着坐下 柔声询问 要不要吃些早点 徐凤年摇了摇头 她问道 少沐和那两个孩子安顿好了 宋夫人在一旁禀报 都安置妥了 按照命令 雪和楼明里暗里的势力 开始运转 最迟今晚就能夺来 刘怀喜府上的那株雪莲 于清凌煮茶 原本行云流水的动作 出现一丝凝质 宋夫人脸上不动声色 但刹那间眼眸细细的 眯了一下 徐凤年一摆手 撤掉任务 没这个必要了 宋夫人轻轻的点了点头 没有流露出任何的疑惑表情 徐凤年轻声道 我会在雪和楼休息一天 你们呢 一切照常便是 不用花费心思招待 宋夫人欲言又止 不等徐凤年说话 就马上打消念头 面带愧疚倒 是奴婢愉悦了 徐凤年一笑 没什么不好说的 我就是跟一路追到雪莲城内的拓跋菩萨 又打了一场 依然没能分出胜负生死 估计李密碧这会儿啊 正垂胸顿足来着 为了这场针对我的截杀 北莽诸网的代价可不小 一旁煮茶的于清凌 如遭雷击 手脚僵硬 北莽君神拓跋菩萨 碟子这个行当 老祖宗的李密碧 哪一个不是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的恐怖人物啊 于清凌内心暗叫了一声 糟了 北莽红枯 苍此奔那湖 多少天因我苦可 不明离路 不宇宙一湖 帝王江山寄普图 一个庙堂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风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六百五十五回 徐凤年看了看宋夫人后 她歉意的说 在我踏入雪河楼后 你们的身份 很快就会被有心人 发现端倪 雪连城各方势力中 唯一的威胁是西蜀 不过你们放心 一来西蜀短时间内自顾不暇 加上他们的谍报底蕴 一向担保 再者 我也会派一波浮水坊的死士 赶来此地 不出意外 领头人叫樊小差 如果有必要 只玄境地见到宗师迷凤杰 也会同行 因为雪连城 暂时不能舍弃 我需要有进水楼 抬仙天优势的雪河楼 帮忙盯住西蜀南兆两地的 形势变化 将来我也许会强人所难 要你们去南兆 联络某些人 宋夫人孝道 能够为清凉山河浮水坊 尽绵薄之力 这是雪河楼的莫大荣幸 万死不辞 于清凌眼角余光中 宋夫人神采奕奕 笑意温暖 这跟自己印象中的宋夫人 实在是相差极大 自从于清凌年幼时 在雪河楼安家后 记忆里的宋夫人 无论是滴水不漏的待人接物 还是运筹帷幄 与那些男子枭雄勾心斗角 从来都是不苟言笑的清冷架势 哪怕面对的于清凌 在内的这些花魁青官 偶有笑脸也从来都吝嗦 于清凌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会心笑起来的夫人 如同画龙点睛 韵味尤为悠长 很快 这于清凌就稳了稳心神 收拾好紊乱情绪 递给那名年轻公子哥一杯 采摘自南兆境内 天母丰顶老茶树的雀舌尖 趁着他伸手接过茶杯的短暂时光 于清凌的打量视线 轻描淡写一扫而过 他不傻 若说仅是让宋夫人郑重其事 恭敬对待 那么北梁浮水房内 那些个身份隐蔽的大当头目 都有这个资格 但要说跟拓跋菩萨大战 言语间还有一种 可以分出胜负生死的意味 那么眼前英俊男子的身份 自然而然水落石出 整个北梁 唯一比兼任北梁都护的浮水房 幕后首领楚禄山 更有权势的那个人 北梁王徐凤年 于清凌不得不感慨 他真是年轻啊 徐凤年没有计较于清凌的 那点小心思 一边悠哉悠哉的喝茶 一边随口跟宋夫人聊着 雪连城的风土人情 而且跟拓跋菩萨 纠缠了大半个月来啊 每时每刻都处于生死一线之间 他也需要从雪和楼这边 获知两莽大战的动态 和天下大势的风云变换 只不过雪和楼 位于西南边陲的塞外小城 地理位置无法跟西属南兆境内的八房相提并论 雪和楼在拂水房内外啊 七十二房当中也仅位于中游位置 只是宋夫人身份特殊 连楚禄山都刮目相看 加上徐凤年和拓跋菩萨 一路从西域北部打到南方 拂水房就稍多传递了一些额外的谍报给雪和楼 为的呢 就是徐凤年一旦进入雪莲城 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但是徐凤年也只能得知 刘济奴的虎头城 依旧力保不失 梁州北那座规模游胜虎头城的 巨大新城 马上要动工 在刘州青仓城一带 龙象军和柳归大军 有过一场试探性的厮杀 双方损伤都在承受范围之内 再就是继葫芦口内卧攻鸾和两城被北莽先锋大将重弹攻破之后 霞光城也在北莽不计代价的攻势之中沦陷 那个经由自己这个北梁王亲笔披红手肯 然后以北梁都护府名义和楚禄山亲自下达军令去名的虎扑营 那个曾经功勋显著的幽州部族老营 从主将寻书到二十三名都尉 四十七名副尉 再到所有士族 全营两千七百二十六人 全部战死 于清灵不知为何 当他听着这些简明恶药的话语 从宋夫人嘴中说出来 好似听到巨大的战鼓声 厮杀声 狼烟遍地 横尸遍野 一张张鲜血模糊的脸孔 一把把出窍的梁刀 而当他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 却看到那个靠在椅背上喝茶的年轻藩王 面无表情 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神色 于清灵这个好不容易才寄身浮水房二等房的卑微棋子 突然就情不自禁地愤怒起来 他木然地胆气雄壮 直直地盯着这个能够在某些时候 正大光明 身披蟒袍的年轻人 他的眼中充满了质疑和愤懑 边关将士 在为你 为你徐家 慷慨赴死 你难道就不能稍稍流露出一点悲怯吗 难道他们因为是北梁三十万铁骑之一 就要死得天经地义吗 甚至懒得让你皱一下眉头 宋夫人轻声道 幽梁两周发生在关外的战役 从开战以来 北梁边军至今为止没有一人投降 徐凤年点了点头 在北梁大军入关之前 哪怕我们有人愿意投降 北梁也不会受降 于清凌本该要给他倒茶续杯 他撒气一般地重重放下茶壶 然后惨然一笑 怀着死即死的心态 就要大逆不到质问这个年轻藩王 到底有没有心肝 只是不等于清凌开口 察言观色和气老辣的宋夫人 就吝啬道 闭嘴 于清凌 你滚出去 于清凌魂不守舍的起身 失魂落魄的离开雅师 宋夫人哭笑 王爷 于清凌只是个孩子 这辈子都活在没什么大风大雨的雪莲城里 他什么都不懂 还请不要怪罪 徐凤年弯腰提起茶壶 给自己倒上茶 也给宋夫人倒了一杯 他摇了摇头 无妨 宋夫人轻声说 雪河楼是两栋楼 由一座空中廊桥连接的鸳鸯楼 空中楼阁的美誉也因此而来 前楼主要是用以酒宴饮茶 客人一般都是夜来晨走 后楼下榻住宿 多是雪河楼熟悉底细的回头客 才能入内 只是奴婢不知是王爷想住后楼 还是在附近找一栋安静的宅子休息 不远 只需要走上半盏茶的功夫 徐凤年一笑 不用太麻烦 我就住后楼好了 宋夫人有些犹豫 后楼倒是有装饰部书 王侯家的上等房 只不过雪河楼三角九流 鱼龙混杂 多有一至千斤的各地豪客 在此温柔相逗留 往往一住呢 就是十天半月 乌烟瘴气的阿扎事常有发生 宋夫人的言下之意 自然是希望年轻藩王 能够拣选一处闹中取境的院落 否则堂堂北梁王与那些男人同住一楼成和体统啊 不过既然他发话了 宋夫人也不去画蛇添足 领着徐凤年下到六楼 走入那座别具匠心的廊桥 来到了后楼 宋夫人没有安排雪河楼女子 去准备那些她洗浴后所需要更换的衣物 一切事物啊 皆使她亲力亲为 甚至连为房内的玉桶倒水 也是她一手包办 至于自见整袭之事 宋夫人不敢奢望 也不会如此作响 天下青楼之中 任你再姿色出众 任你有再多群下之臣 还不都是雍尺俗坟 残花败柳 出于尼而不然 真当自己是坐在莲花台上的女菩萨了不成吗 衣衫褂褂的徐凤年把宋夫人送到门口后 摘下了那柄梁刀 洗玉更衣 刮胡子 剪肢劲 总算是神清气爽了 然后呢 就坐在桌前 心思微动 当年邓太阿赠送的飞剑残鱼啊 一一出秀 浮现在桌上一尺处 悬甲青梅竹马 朝露春水桃花 峨梅朱雀 黄桶匹服 金吕太阿 最初总计十二柄飞剑 蕴藏十二种剑士 剑士已经了然于心 只是数次大战后 飞剑却只剩下四把了 青梅竹马 黄桶匹服 诗人常言 物是人非 在徐凤年这边 反倒是 人依旧 物见无 徐凤年 没有收起四柄 相依为命的飞剑 让他们安静的停在桌面上 闭上眼睛 开始吐纳 道教之所以精通吐纳术 并且推崇 反普归真 有个说法 说出生婴儿的咕咕坠地 是一口吐出前生浊气 幼灵志同 经常哭泣 在于 富有浊气不去藏 属于不知吐纳养生之术 却真气天然长存 所以契合天真儿子 一个人成年以后啊 虽说学会了冯氏银人 喜欢用喜色不露于形 来称赞某人的成熟 但是在道家看来 反而是有备天性 这徐凤年半睡半醒 恍恍惚惚 吐纳一呼一息 心神一收一放 这一刻耳中听到许多 雪和楼内外的动静声响 下一刻便像是世间万来寂静 徐凤年 想起了于谷营那个瞎子老族 徐永关 赋经义路上的六百声公送 想起了从冀北 一直站至葫芦头外的幽州骑足 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 不知过了多久 徐凤年被门外的一阵 细碎脚步声惊醒 猛然发觉这窗外已是滑灯出上 徐凤年收起飞剑 走到窗口 愣愣出神 经此一战 徐凤年有信心 能不需要多久 就能够和拓跋菩萨真正打成平手 也有跟四大宗师中 杀力最强的邓太阿 一较高地 至于寻常人 看来啊 民生最大 但是在四位大宗师之中 只算是敬陪莫座的曹长青 毕竟拓跋菩萨是公认指书 给王先知的万年老二 邓太阿在李纯刚借鉴和出海访先后 也白尺肝头更进一步 而徐凤年借着一举战胜了 王先知的东风 在江湖上的声势正直如日中天 唯独曹长青 多年来不曾跟同等修为的大宗师交手 哪怕在泰安城带着江泥 昙花一现 终究没有大打出手 只是跟顾剑堂柳薅师几人 稍稍过招 没有真正的生死大战 所以比起徐凤年 邓太阿 拓跋菩萨三人 难免呢 就会被看低许多 但是徐凤年心知肚明 如胜曹长青改玄一折之后 四人之中 其实这位大官子 不但境界最高 也已经是战力最强的那一个 这个时候的曹长青 夸起自己天人体魄 犹在的巅峰时候 毫不逊色 却说这房门之外 宋夫人带着那个徐凤年 至今还不知道姓名的浮水房 精锐死尸 她轻轻地扣向房门 得到允许后 宋夫人推门而入 她说道 刘怀喜孤身一人 登门拜访雪河楼 奴婢不敢自作主张 所以不得不打扰王爷的消息 徐凤年微微一笑 一起去见一见好了 我也很好奇这位称雄一方的传奇人物 宋夫人 你到时候就说 我是雪河楼新进接纳的护院 宋夫人似笑非笑 忍着 这徐凤年打去打 哼 确实 就算雪河楼财大气粗 好像也顾不起我这样的打手啊 三人一起走在 扑有西蜀华美丝绸之旧的第一郎中 拐角后 途经一间房 正巧有客人开门 一行人鱼贯而出 四男一女 女子身穿紫衣 腰间左右 配紫翘长剑和一只精致的紫竹笛子 女子姿色不俗 脸色冷清 巨人千里 其余三个年轻人呢 风姿迥异 为首一人性子跳脱 面容清秀 她呀 是蹦出门槛的 双手交错腹后 正对着一名身材高大的贱眉男子 笑着说话 另外一人呢 有世家贵公子风度 面如冠玉 衣着嚎舌 他在跟一位两鬓斑白的 卑贱老人窃窃私语 两拨人对撞在一起啊 其实啊 一方各腿一步 也就那么云淡风轻的擦肩而过 只是为徐凤年和宋夫人领路的浮水房死事 没停步的意思 而那个最早出门的公子哥 大概是被家中长辈宠妮惯了 就没那份出门在外 事事礼让的好脾气 挡在廊道中央 摇晃着肩膀 眯着眼嬉笑着 宋夫人微微皱眉 徐凤年不动声色的摇头 宋夫人心领神会 对本想横冲直撞过去的雪和楼 头号高手 他淡然道 蒙黎 算了 听到蒙黎这个名字 一行人中只有复健老人 眼皮一斗 除了他这个老江湖 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进入雪莲城 虽然身边的晚辈 都不是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无良子弟 但是紫衣女子和那双姐弟各自所带的宗门和门庭啊 在西南州郡内出类拔萃 至于那个没有根基的高大年轻人 也是难得一见的草莽后起之秀 他们打心底还是瞧不上这座边境小城 只是老人却听说过蒙黎这个人呢 在雪莲城极少出手 但据说跟刘怀喜挥下的几大高手 有过一次人数悬殊的死战 后者大多数认为就那么消失在江湖上了 而刘怀喜呢 是公认的二品小宗师 既然蒙黎至今还活得好好的 说明要么是雪河楼不好惹 要么是蒙黎有跟刘怀喜叫板的身手 老人自认见到登堂入室 对此人哪怕没有太多忌惮 可在别人家门口对上这种地头蛇 也不得不谨慎对待 多一事总不如少一事 就在老人打算主动退让一步 稀释宁人的时候 那个女扮男装的年轻女子 已经嘖嘖倒 算了 好大的口气 你们谁呀 不算了 难道还想咋的呀 早于同伴先到雪莲城的紫衣女子 轻轻叹气 跟那个与少女面容几分相似的跪着子弟说道 那位妇人便是雪河楼的大当家 雪莲城都称呼她为宋夫人 这位世家子嗡了一声 出身俊望高门 不缺氧气功夫 没什么惹事的心思 就对那个语气冲天的女孩笑道 死丫头 回来 少女不情不愿 但好歹也不再气势汹汹 只是很快就又有人火上浇油 那满身草莽气的高大青年 眼神炙热起来 死死盯着风韵游存 肌肤宛若的宋夫人 你就是那雪莲城的宋夫人 那个早年让西蜀一周副将 也没讨到好的女人 他咧嘴一笑 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夫人 我叫张武侯 就是那个在南昭赵家俊 往府前撒尿的那个家伙 我对你啊 仰慕已久 宋夫人没有因为年轻男子的 轻薄言语而恼羞成怒 他笑了笑 知道了 少女对身边男子的建议思迁 显然十分不满 他冷哼一声 妄向宋夫人的眼色 更加挑衅 张武侯 你仰慕个什么 她的岁数 都能当你娘了 出道以来 便凭借形势猖狂 明洞黎阳西南的张武侯 他笑眯眯道 宋夫人的好 小丫头 不懂 附近老人 忧心忡忡 那个风度翩翩的世家子呢 也是无可奈何 只是要说 害怕因此惹恼了整座雪莲城 那也是个天大的笑话 徐凤年在一边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没料到这些人胆子架子 大到这个境界 也不愿意让这些家伙继续侮辱着宋夫人 他笑道 窗门在外呀 好好说话 最不计也要说人话 然后这徐凤年转头望向宋夫人 难道如今行走江湖 都是恨不得在脸上刻上 来打我呀 这四个字吗 我当年就没这份气泡 最要好苦 藏刺斑马虎 多少天意过苦 故名秘录 不宇宙一湖 帝王江湘 几葡萄 一个庙堂权争 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刑 作者 风火戏猪猴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刑 第656回 徐凤年在一边 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没料到这些人 胆子架子大到这个境界 也不愿意让这些家伙 继续侮辱着宋夫人 他笑道 出门在外啊 好好说话 最不计也要说人话 然后这徐凤年转头 望向宋夫人 难道如今行走江湖 都是恨不得在脸上刻上 来打我呀 这四个字吗 我当年就没这份气魄 宋夫人微笑道 大概这几位 要么是王先知曹长青的高徒 要么是黎阳藩王郡王的女儿 所以胆识大些 徐凤年哈哈大笑 就算是这样 也照样说不过去呀 好像在跟徐凤年打亚迷的宋夫人 点点头 故意的一脸恍然道 对哦 还是说不过去呀 少女在一旁给气坏了 她怒道 不要脸的狗男女 今天呢 你们别想从这过去 我管你是什么宋夫人 不一样是个妓女 还是个年老色衰的妓女 宋夫人根本无动于衷 她用短短十二年时间 就让雪河楼成为西域南部最大的青楼 视力盘根交错 连刘怀喜都不得不容忍 这卧榻之侧的眼中钉 哪会被一个小姑娘三言两语 就打破金身呢 如果不是北梁王就在身侧 若是让他放开手脚 施展言语交锋 宋夫人能轻轻松松 让那小姑娘一辈子都留下心里阴影 作为浮水房培养出来的死士 蒙黎最懂规矩 只要宋夫人不发话 她就算起了浓重杀心 也不会有所动作 只是已经浮现出了几丝正拧的笑意 徐凤年微微一笑 差不多就行了啊 那少女冷笑一声 老女人养得小白脸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说话 张武侯本就是胆大包天的货色 暗中又有可谓惊人的屏障 她嘿嘿一笑 不服气啊 啊 要不咱俩练练手 你要是赢了 我们让路 输了吗 宋夫人归我 如何呀 徐凤年笑了笑 练练手 行啊 说完 她缓缓前行 蒙黎迅速主动后撤 腾出位置 她的眼神绽放出近乎癫狂的炙热 甚至手脚都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 天下四大宗师之一啊 几个人能亲眼看到他们四个人出手啊 眨眼过后 那个少女都没察觉到一丝异样 身后就传来一声震天声响 然后她身边的张武侯变成了那个模样皮囊还凑合 笑起来最可恶的年轻人了 原来张武侯被徐凤年轻轻一掌 按在额头给推了出去 一路倒撞 撞开墙壁 穿过房间又破开了墙壁 就那么从雪河楼的八楼摔出去了 一行人中 附件老人五道修为最高 但他完全没看清楚 这个气势平平的年轻人是如何出手的 老人只是本能的 就要伸手绕后去拔出长剑 徐凤年只是站在这个年轻女人的身侧 看着先后两个略显扎眼的窟窿 耐心的等了半天 这才转过头来 望向那个满脸骇然的西南剑道宗师 他笑问 怎么 连剑都拔不出来了 这时候所有人才发现 他们心目之中高不可攀的剑道宗师 伸手握住背后的剑柄 重不过几斤的长剑好似 沉如山岳一般 无论如何使劲都难以拔动分毫 这一幕实在是太荒唐滑稽了 这场偶然的风波呀 看似寻常的寻幸和意气用事 七行一行人之中各有心机 不说那个已经摔出雪和楼的可怜虫 紫衣女子是要为自己在西南江湖上 借势扬名 女侠走江湖 赢得仙子的名号不过是第一步 还要靠那些个五花八门的手腕去经营 攀附参天大幕以便胡甲虎威 跟前辈民宿交好 细心的笼络 有银子有家事的年轻公子 等等等等样样都少不了 在西蜀道上威风八面的世家子 是因为眼尖看到徐凤年腰间的那柄就是梁刀 他所在家族当初吃足了 徐家虎狼之事的苦头 对北梁徐家那是恨不得剥皮抽筋 对于喜好配梁刀的西蜀顽固子弟 迁怒之下这么多年来 他也亲手玩死玩残了不少 在雪莲城碰上一位 除了不顺眼 更多是希望投石问路 试图一场闹剧 把雪河楼的牢底子给掀开 如果真是跟北梁游人 那他就有一桩唾手可得的功劳了 至于那个恼怒张武侯建议思迁的女子 自己何尝不是眼前一亮啊 他的心思最简单不过 在感兴趣的陌生男子面前 他就想着要让他视线都留在自己的身上 却说那徐凤年望向那个难堪至极的 把剑老人和颜悦色的说 哎慢慢来啊 我不急 片刻之后 成名已久的老人百般挣扎都是徒劳 已经彻底绝望 就要低头服软认输的时候 突然窍中长剑 被他拔出大半 连老人自己都感觉到匪夷所思 使劲盯着老人的良女一男都如释重负 结果呀 接下来老人手中的长剑又自行归竅 出竅再入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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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的反反复复 老人想死的心都有了 宋夫人突然捧腹大笑起来 他十多年从没有这般疏心过 小小廊道风云变幻过后 人间百态尽险 复健老人颓然松手 数十年底力打磨才养育而出的那份明彻剑心 被彻底打破 神情呆滞 宗师风范 丧失殆尽 那千辛万苦闯出仙子名号的紫衣女子 冷漠神色如冰雪消融 欲欲还休 一双会说话的眼眸 其中意味竟有敬畏 仰慕和愧疚三种之多 那个西蜀世家子 收敛了浑水摸鱼的念头 摆出伏地做小的退步姿态 又尽量维持住 大家子弟该有的气度 不至于流露的太过见风使多 他的妹妹反差最大 出声牛犊不怕虎 他非但没有退缩 而是瞪的眼睛 只差没有在脸上写出 咱俩私定终身吧 宋夫人没有在这四人伤口上 如何的雪上加霜 收敛了笑意 来到徐凤年的身边 旁若无人的 开始为徐凤年介绍住人 自竹仙子黄春玉 师门是西蜀道 紧紧排在春铁草堂之后的精卫剑山 他的恩师是剑山寺风中的斗牛风主 邓快 前段时间曾在刘将军府里做客 昨日才来到雪河楼 如果没有猜错 兄妹二人来自西蜀一州陆家 至于这位御敌不怨 哦 是不屑出剑的前辈 叫阮金华 是西蜀道上有数的江湖宗师 曾有诗坛大家 赞与其剑术有千计卷雪过大纲之事 故而在黎阳西南武林中 有个千计剑仙的外号 好不容易还魂的老剑仙 听到不屑这个刻薄的说法之后 差点当场一口老血喷出来 脸色铁青 嘴皮子剧烈的颤抖 徐凤年他终于正是那老人 他笑问 你就是阮金华 年轻时候因为仰慕剑神李淳刚才气闻习武 还写过那首筷子人口的永剑名篇三尺 老人愣了一下 这位半点精气神都不胜的剑道宗师啊 缓缓的点头 徐凤年出人意料的说 失礼了 阮金华只觉得匪夷所思 就连宋夫人也是一头雾水 徐凤年轻声笑道 曾经有位剑道前辈 他说你天赋平平 剑术难成气候 不过写的诗啊不俗气 阮金华就不该练剑 应该做个京士忌民的读书人 让那对陆氏兄妹感到诧异的 是阮金华在刹那迷茫后 紧接着整个人就如同鬼上身了一般 老泪纵横 哭哭笑笑 颇像是个私塾盟学 天天挨板子的迟钝志同 突然有一天呢 被智学苛刻的老先生呢好好地夸奖了一句 又像是一个好手穷青的不低秀才 落魄一声 突然有一天 只觉得招闻道 稀可思议 学那武林盟主挥山圈圆 穿了紫衣的黄春玉 发现那一行三人都远去了 阮金华仍是沉醉其中 久久不可自拔 仰头他喃喃自语 无侠也无窍 暗示夜长鸣 三尺牧牛马 可折天下兵 欲知天降雨 蒸蒸发龙鸣 提见走人间 白鬼夜遁形 飞过广陵江 八百蛟龙巾 诗人不知何所求 那席青山放笑声 天不声我李淳康 剑刀万古 如长夜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前往刘淮喜房间的路上 宋夫人解释道 根据谍报 那个叫张武侯的游戏二 已经暗中投靠了新任益州将军 益州路士和精卫剑山的主要人物 如今也都是益州刺师府的座上宾 加上先前有黄春玉做坡店 看来他们这趟雪连城之行 是奔着拉拢刘淮喜去的 王爷 需不需要将这些人留在雪河楼 徐凤年摇头道 暂时啊 还没有跟西蜀刀彻底撕破脸的必要 雪河楼毕竟离着北梁太远 樊小差也没有赶到 一旦遇到了不死不休的状况 浮水房远水难解尽客 搜集谍报才是雪河楼的首要人物 以前是啊 以后也是 西北西南的大势走向和北梁和蜀地的此消彼掌 说到底靠十万数十万的铁骑和刀枪 而雪河楼在内的浮水房 少死一人 多送出一份谍报 也许就可以改变战局 进而影响到整个天下的战局 宋夫人轻声道 是奴婢眼界狭窄了 徐凤年停下脚步 看着宋夫人 头无奈的说 宋夫人与我娘和赵姑姑都是旧事 一口一个奴婢 就不怕我心不安 宋夫人眼帘微微低垂 伸手捋了捋 额头发丝 不置可否 访中 于清凌煮茶 火候味道 刘怀喜在耐心等茶 当宋夫人和陌生脸孔的年轻人 连妹走入屋内 于清凌恰好 这茶水可以出炉 刘怀喜感慨道 宋夫人 真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 宋夫人落座 徐凤年 毕恭毕敬的 站在她的身后 刘怀喜笑问 敢问 这位公子 宋夫人嘴角翘起的风情一闪而逝 语气轻柔的说 徐公子是蒙离的同门师弟 身手 极佳 身形雄伟的刘怀喜大手一挥 既然如此 不妨坐下一起喝茶 我这辈子敬重饱读诗书的文人 但真正对胃口的呀 还是拳头硬骨头硬的江湖汉子 可惜 今日我是客 宋夫人是主 薛和楼只给喝茶 那刘某人也就只能乖乖的喝茶 只凭宋夫人都称赞一句 身手极佳的说法 他日啊 公子历临寒寿 咱们听要痛饮一番啊 刘怀喜的不拘小节 有一股言语难以形容的独岛魅力 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 这位正直壮年的西域枭雄 他那种豪迈 并不让人感到居高临下 牧首一方的父母官 爱民如子 将军与士族同甘共苦 名留权贵的李贤下士 虽然这些都难得 但心思敏锐的下位者 依然能够或多或少的感受到地位悬殊带来的书里 先前陆氏子弟的那种温良公千让 道行火候明显就要差出十万八千里 但是这刘怀喜与人说话的时候 眼睛会看着对方真诚而洒脱 说出口的每个字都如同发自肺腑 看到徐凤年大的方方落座之后 刘怀喜脸上笑意更浓更深 然后对宋夫人讨价还嫁道 宋夫人 这徐公子是爽坏人 夫人就算不看刘某的那点薄面 能否看在徐公子的面子上 让于国娘帮忙烧两壶好酒来啊 徐狗背的大碗酒大块肉 赛过忠明顶时的人亲王侯啊 于清凌露出询问眼神 宋夫人点点头 前者身姿摇曳 姗姗而去 刘怀喜拍了拍自己的肚子笑道 宋夫人 刘某人这肚子里啊 就没几根弯弯肠子 有话就直说 咱们开门见山 说些个敞两话 至于说完之后 是打是杀 能否喝上于姑娘的酒 看老天爷的意思 我这趟来啊 自然不缺诚意 否则也不会独身来此 坐在这喝茶 的确 雪河楼外 当然有我带来的两百来号兄弟 我也没想鬼鬼祟祟 都在明面上摆着 那些人呢 谁都看得到 毕竟刘某人 只是二品小宗师的本事 没那天大能耐 一人挑翻了你们雪河楼 别的不说 起码 舍不得让府上这些女子守寡 宋夫人一笑置之 刘怀喜举杯喝光了杯中茶 他继续说 我刘怀喜的野心呢 不说宋夫人 雪连城有点脑子的 都可以猜到一二 刘将军府邸 刘某人当然是想当实打实的将军 只要谁给我朝廷承认的将军名号 让我当那个天不管地不管 而且实质名归的土皇帝 至于是北莽氏黎阳 是宋夫人身后的北梁大人物 还是西蜀义姓风王的白衣兵圣陈之宝 或者是南疆的燕辣王 都无所谓 如果谁给我的价钱足够 刘某人也舍得雪连城内 用二十年攒起的这份家当 带着几千好兄弟 去战场上走一走 宋夫人微笑 到了山头林立的别家地盘 刘将军就不怕任人拿捏 几千人在雪连城称王称霸 是足够了 只要背井离乡进入军中 即便是兵力最少的西蜀道 恐怕刘将军再说话 就很难像现在这样大嗓门了 这刘怀喜揉了揉下巴 他爽朗的笑 所以说代驾而辜 自台身价是一回事 放亮眼招子 给自己找个好相处的婆家 又是一回事 要不然刘某人 也不会到今天 还没能捞到将军的头衔 说实话 就住在夫人雪和楼的黄春玉 只是多方昭安势力的其中之一 除了西蜀道允诺了一个杂号将军的身份 以及独领三千兵马的兵权 南疆那边开价更高 龙宫有秘密使者答应刘某人 从三品的背武将军 立阳朝廷的正号将军之一 更答应我只要到了南疆 当天就是义州将军的交易 而且所有走出雪莲城的兄弟都不打伞 不但如此 还给我额外添加六千人马 李扬赵家马 西蜀制造局也有人来过府上 就是小家子去了点 不说也罢 不过 宋夫人接过话头 不过 北蛮子的开价最高 一口气当上北蛮的大将军 肯定不可能 不过最少也是个万夫长 说不定还答应你日后扫平北梁 稷儿马他中原后 让你当个封疆大吏 到时候军功足够了 封义姓王也指日可待 但是刘将军吃不准两莽战时的胜负 怕北梁欺软怕硬 更怕北莽要让你当马前卒 去刘州或是灵州送死 是不是啊 刘怀喜大笑 宋夫人动若观火 我看去黎阳当个兵部侍郎 都绰绰有余啊 刘怀喜突然放低声音 眯起眼 似乎是想尽力的隐藏锋芒 据传 秦梁山有座梧院 女子汉林代替那年轻藩王披朱 宋夫人去做那北梁的女学士 也不差 于清凌拎来两壶酒 是北梁的绿衣酒 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便是对北梁极为恶感的京城 绿衣酒也是风靡一时 尤其是民间 辛辣味肠的绿衣酒啊 很受欢迎 因为物美价廉 在黎阳曹韵体系中 更是当之无愧的首选 于清凌在桌上摆下了三只碗 倒满三碗后 酒香扑鼻 于清凌知道宋夫人虽然很少喝酒 但酒量之好 让人泽舍 饮酒如喝水 让两三个所谓的酒中豪杰喝趴下都轻而易举 那宋夫人呢 端起碗来 一饮而尽 莫不作声 刘怀喜也是仰头一口气 喝光那碗绿衣酒 在伸手跟于清凌要酒的时候 妄想宋夫人 他自嘲道 夫人 刘某人自认今天还算爽快 徐和楼就不能给一句爽快话 徐凤年终于开口了 刘将军 其实不太爽快 刘怀喜笑了 转头看着这个十多年来 唯一一个能让宋夫人心甘情愿 做陪衬绿叶的男人 哦 公子 此话怎讲啊 徐凤年与他对视 平淡的说 昨夜在雪莲城东北小巷的两场假 头一场 刘将军死了一个 堪当大任的明灵义子 后一场 刘将军亲自在远处高楼观战 虽然看不太真切 对我的身手 吃不准身前 深夜入城 金城出城的那两季 想来也猜不出身份 但是 我比那个中原剑科少木 比屋外的雪和楼蒙里 比你刘将军要高出一些境界 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点 你带着两百号府上最精锐的人马气势汹汹的赶来 抱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想法 之所以在我进屋之前 让你安插在雪和楼的碟子烧化给他们按兵 是因为你刘怀喜临时获悉了我的真实身份 那个人忌惮我的修为 应该不敢开口说话 可能只是用茶水桌上写下了北梁王 也可能是写下了徐凤年 对吗 宋夫人猛然抬头 目视于清凌 于清凌脸色苍白 水凉红枯 苍赐满马虎 多少天因果苦 孤零碧露 不宇旧一湖 帝王江山寄仆图 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657回 话说徐凤年 当场戳破刘怀喜后 刘怀喜放下酒碗 双掌撑在大腿上 然后站起身 弯腰抱拳道 草民刘怀喜 拜见梁王 然后刘怀喜 抬起头来咧嘴一笑 要杀要剐 梁王随意 但是刘怀喜只求一事 不要怪罪于姑娘 徐凤年 小敏了一口酒 天气扔凉的木春时节 刘怀喜很快就汗流浃背 徐凤年笑道 刘将军带人先回府 北梁汇出什么样的价格 本王啊 还要思量思量 对了 回去后让人把那株雪莲 送来雪河楼 刘怀喜始终低头弯腰 离开屋子 房内 宋夫人脸色冰冷 抓住还盛满绿衣酒的此碗 狠狠的砸在跪在地上的 于清灵头上 酒水渗入青丝 跟女子头上的心血 混在了一起 宋夫人就要跟着跪下 却发现自己啊 无法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徐凤年微笑着说 不是我宽慰宋夫人 今天这件事啊 不是什么坏事 宋夫人撇了眼于清灵 咬牙切齿道 按照浮水房的规矩 我宋黄黄 作为于清灵的领路人 最轻的责罚 也是自断一臂 于清灵额头 磕在地面上 伤心欲绝道 夫人 都是我该死 王爷 请你不要责罚夫人 于清灵愿意 自尽谢罪 徐凤年冷笑了一声 于清灵啊 于清灵 刘怀喜替你求情 你替宋夫人求情 都是求情 但是你相信吗 你是真心实意 刘怀喜却是心机深沉的自保之道 看似男子气概 实则是心狠手辣之辈 凭借做出的上策之军 也许你会问 为什么我能看穿 认为是我徐凤年在污蔑 向来做恶事 也光明磊落的刘怀喜 徐凤年自嘲一笑 真要说理由的话呀 就只能解释为 我本身同样是性情凉薄之人吧 坏人看待坏人 总是比较准 我不是不可以逼着刘怀喜 杀你求活 只是你情绪剧烈起伏之际 刘怀喜也笃定 我不会轻易杀他 他随便演戏给你看 摆出任人宰割的样子 你只会对他更加痴心一片 说不定当时就干脆利落的咬舌自尽了 于清凌心底只生出一丝怀疑 很快抬起头 他眼神坚定的说 不会的 徐凤年拿袖子擦了擦 酒碗边沿递给宋夫人 自己直接拿起酒坛子关了一口 其实说起来 刘怀喜杀不杀都是小事 因为刘怀喜投靠谁 不是他可以决定的 在我出现之前 他只能选择依附西蜀 这家伙谎话连篇 真真假假 比如他说西蜀和南疆的出价是真 黎阳朝廷的制造局给出的条件 最不入法眼则是假 之所以不答应啊 是因为刘怀喜清楚 那是纸上画饼 饼再大 他也吃不着 陈之报统侠下的西蜀势力 也许可以容忍一个画地为王的 雪莲城刘将军 由着他在边境上逍遥快活 但是绝对不会让刘怀喜 带人去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他敢离开雪莲城一步 就注定是一个死子 所以刘怀喜真正想要投靠的对象 是在他看来稳操胜券的北莽 所以他在等 只有等到北莽打下虎头城 攻入梁州境内 他才会表态 如果万一北莽战士失利 他就会退而求其次 转头西蜀怀抱 陈之报对他这种人 和他带出来的几千散兵游泳 根本就看不上眼 毋庸置疑会拆散他的兵马 当然 这是刘怀喜见到我之前的打算 今晚以后 他有了燃眉之急 必然是大开庙门不烧香 事到临头献诸阳 明着效忠 他并不看好前景的北梁 暗地里火急火燎的联系西蜀 你要是不信 我大可以让宋夫人派你 亲自盯着刘将军府邸 跟西蜀接头的事相 到时候 你一定会对刘怀喜大失所望 徐凤年突然笑了 但是啊 你于清凌肯定会在丁烧期间 就忍不住去找刘怀喜 他三言两语 你就又心软了 也不怪你啊 什么浮水房 什么碟子 都不如心仪之人 于清凌重新低下头 死死的咬着嘴唇 人生苦短 儿女情长 徐凤年站起身来 他走到了窗口 看着歌舞生平 如同世外桃源的雪莲成夜景 难为刘怀喜 忍住不要你的身子呀 是不是他亲口答应过你 只会明媒正娶了你 才会洞房花烛 于清凌终于崩溃了 气不成声 宋夫人让屋外的蒙里 压走于清凌 将他严密监禁起来 他走到了徐凤年的身旁 哭笑着说 让王爷见笑了 也让王爷失望了 徐凤年摇头不愚 宋夫人笑容牵强 不再自称奴婢 我很好奇 王爷为什么对于清凌 这般容忍 换成是我做主 也能狠下心杀掉了事 徐凤年趴在窗栏上 他微笑着说 很简单啊 因为我娘亲曾经对我说过 世道不好 女子活得更难 尤其是漂亮女子 尤其身不由己啊 所以我娘长大以后 能不欺负就不要欺负 能善待几分 就善待几分 宋夫人凝视着这个年轻人 笑容温柔 可惜啊 我宋黄黄早生了十多年 徐凤年转头眨了眨眼 他问道 夫人难道今年不是才二十岁吗 酒量出众的宋夫人 如饮唇酒千百杯 两甲红韵 这样吗 可是当年我带着小姐第一次见到大将军和王妃 我就已经十六岁了 徐凤年笑了笑 两人一起趴在栏杆上 两酒过后 宋夫人轻声说 春宵一刻值千金 徐公子要休息了吗 需要有人试寝吗 徐凤年一本正经的说 我屋子里的床小了点 宋夫人呸了一声 站直身后 转身离去 她搁下了一句 还不是不喜欢被老牛吃嫩草 什么瞧着二十岁 骗鬼呢 徐凤年笑道 有机会回一趟北梁吧 我姐会很高兴 宋夫人停下身形 似有一声叹息 摇了摇头 离开了房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凤年从桌子那边拎来酒坛 趴在窗口 看着灯火辉煌的雪莲城 等到小口小口喝掉大瓣之后 一阵敲门声响起 她转身说道 进来 剑客少木和那对 在雪河楼避难的少年少女 一起走进屋子 少木抱拳道 公子 在下已收到那株雪莲 最迟半年 在下就会前往北梁 为公子卖命 徐凤年点头笑道 我信得过你 马家宝千钦马上弓 鼓起勇气问 喂 剑仙前辈 你打赢那个拓拔菩萨了吗 徐凤年开玩笑道 打完之后 吐了好几斤血 你说赢了没有 少女惊叹 这么惨 少年在一旁小心翼翼的说 少叔叔说了 前辈的对手可是天下第二厉害的高手 是北莽的军神 剑仙前辈不小心输了也不丢人 徐凤年看向对自己感恩戴德的少木 我明天很早就要离开雪莲城 麻烦了你去一趟马家宝 可以带上雪河楼的蒙黎 他也是二品小宗师 少木嗡了一声 没有拒绝 少年突然红着脸问 剑仙前辈 那个没良心的老头子喜欢骗人 要不然你跟我说句真话 如果我习武的话 到底能不能练成高手 如果我练武没啥出息 以后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做个采莲人了 徐凤年笑眯眯的说 你呀 资质不算很好 但是运气应该不坏 否则也不会一口气遇上那老头子少木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还有遇上了我 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 听不听 那少年小鸡着米的可劲点头 少女在一旁一翻白眼 出息 徐凤年说道 我有个兄弟啊 练剑练成绝顶剑客以前 就独自闯荡江湖了 你可以让少叔叔带你走一趟中原江湖 如果觉得人少没意思 你就带着你身边的马姑娘一起私奔嘛 少年手足无措 既憧憬又忐忑 对着少女傻笑 少女指着徐凤年怒道 有你这样 又当甩手掌柜又使坏的剑仙前辈吗 红树枝要闯荡江湖 可以 但要跟着你 你得叫他练剑 徐凤年打趣的说 有 这还没架过门呢 就知道帮他做打算 少女脖子一横耍起了屋来 你就说 答应不答应吧 少木揉了揉少年的脑袋 然后满脸笑意 杨诺的瞪了一眼少女 咋的 妈丫头 嫌弃少叔叔的武艺了 虽说少叔叔跟前辈不能比 可在雪莲城 那也是能跟刘怀喜大战几百回合的人物 在少叔叔中原老家 一轴六郡内 死无凭地方官的子孙 想要跟我少木败事学见 我都不乐意 妈丫头 饭要一口一口吃 别一口气吃成个胖堆 到时候 就不是你嫌弃少叔叔 而是红树枝 不要你了 比起杀人手段鲜血淋漓的徐凤年 显然更亲近少木的少女呢 羞难万分道 少叔叔 你也不是好人 红树枝跟着你 迟早要变坏 我不放心 少女一跺脚 拉着红树枝跑出屋子 开始商量 怎么一起私奔 一起行走江湖去了 少木抱拳告辞 他诚心诚意道 前辈 前辈 保重 徐凤年 犹豫一下 我呀 不是什么前辈 年纪比你小 少木愣了愣 前辈很 疯去 在少木前脚走出屋子的时候 两名女子连妹后脚进入 正是紫竹仙子黄春玉和那个管不住嘴的居傲陆氏女子 徐凤年有些自嘲 感情自己成了生意兴隆代客频繁的青楼花魁了吗 那已经改回女子装束的陆氏女子兴师问罪道 你把张武侯打得筋脉尽断 武功全废 让他生不如死 你就不怕遭到报复吗 徐凤年没搭理那个胸不搭更无脑的女子 他看着来自精卫剑山的黄春玉 有事啊 黄春玉比起目中无人 作为作福的陆氏女子 自然要更有江湖经验和人情事故 没有够做江湖儿女的潇洒作态 而是跟温柔贤淑女子般施了一个万福 直起纤细腰枝之后 他柔声欠一道 阮爷爷已经离开雪莲城 说要寻着某位前辈当年的脚步 在仗剑游历走上一遭 阮爷爷托我跟公子说 他此生无憾了 还说他已经知晓公子的身份 但绝对不会泄露一个字 阮爷爷最后还说 有生之年一定会为公子 也写一首传世名篇 徐凤年背靠着栏杆 眼中有了几分善意 他点了点头 黄春玉眉眼之间 有如秋水流动 他娓娓道来 西数石井 我们精卫见山 山上山外就占了尽数尽半 分别是竹海 老君阁 凌云石佛和月色宝顶 如果公子以后路过西数道 希望公子能够来 精卫剑山赏景 到时候只要公子不嫌弃 我可以为公子带路 徐凤年微微一笑 以后有机会去西数的话 如果还能有那份 只是赏景的闲情意志 我一定会去精卫剑山看看 黄春玉笑容天真烂漫 很难想象 是那位明洞西数江湖的冷美人 徐凤年随口说 我曾经有次出远门游历 只去了青城山 跟你们蜀北精卫剑山 算是失之交臂 冒昧问一句 不知道你们精卫剑山的老祖宗 是否还在世 我只知道老人家很多年前 就闭关误剑 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阴信传到江湖上 涉及宗门隐秘 黄玉春的脸色有些为难 对于一个顶尖帮派而言 人多人少 已经无关紧要 只看有无一流高手作证 以及有几个 所以精卫剑山的老祖宗 是死了 还是扔在闭关 天壤之别 如剑宗杜老祖这样 当年在李纯刚入术事件途中 栗战而能不死的武道宗师 在整个西属啊 那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要说胜过那个年代的李建神 无异于痴人说梦 打成平手都别舍望 如果如今的中原江湖 是群雄并起的景象 那么遥想当年 李纯刚他一个人 就是剑道 就是江湖 就是所有的风流 徐凤年也没强人所难 如果不在世了 就帮我给杜老前辈啊 敬杯酒 如果老前辈剑宰呢 也麻烦黄姑娘 帮我捎句话去 前辈壮年时撰写的 堂堂剑气经 其中 晚天河和洗兵甲两室 相当有气势 黄春玉很有婉约乖巧意味的 点了点头 那个被晾在一边的陆氏女子 手指着徐凤年他愤怒的 你当我是瞎子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徐凤年反问 你是黄后颜东武 还是灰山轩辕清风 要不然陈瑜 然后徐凤年冷声道 不是就给我滚蛋 他张牙舞爪 嘴里嚷着我咬死你 奔向徐凤年 黄春玉赶紧告辞一声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拦腰抱住 带着他快速离开屋子 黄春玉在跨出门槛后 他突然转身笑道 公子 差点忘了跟你说 阮爷爷说 他已经想好了那诗名 就叫《雪中汉刀行》 海远凿 wollen骜 混血 高辰海 不知道 全是 有 是 还 然后 我 而且 我 你 他的 Joo 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刑 第六百 五十八回 某石头天色游暗 徐凤年就已经动身出城 宋夫人亲自送行 两季在城门口外离别 城头灯笼高挂 雪亮如照 徐凤年这才发现一项衣饰雅结素面朝天的宋夫人 不但换上了一身红底黄花的对筋大袍 似乎还略施纸粉 她高坐马背 锦绣裙摆脱衣而下 灯火照耀下 尤为美艳动人 徐凤年一路行来 已经商量过了雪河楼 接下来需要注意的大小事宜 跟墙头草流怀喜的虚伪仪是重中之重 北梁西蜀双方谍报都会将此人当作诱饵 徐凤年腰配那柄断尾两截的老式梁刀 背了只不起眼的棉布行囊 装有几件唤洗衣衫和一些黄白之物 离别之际啊 宋夫人不愧是早年间写出过那句 提刀独立顾巴荒 夜头云霄 放光芒的奇女子 并无半点扭捏神色 她笑颜抱拳道 宋军千里终须一别 王爷保重 徐凤年点点头 她叮嘱道 还是那句话 雪河楼只是雪河楼 没有必要亲身掺和到厮杀中去 不到万不得已啊 就不要逞英雄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想做英雄的两条腿男人多的是 宋夫人笑眯眯的说 这样啊 我还以为男人也都是三条腿的呢 徐凤年一笑置之 然后脸容正色道 不要觉得我婆婆妈妈呀 北梁西蜀之间相安无事也就罢了 只要陈之报把注意力从中原收回来 很快会是穷途避现的局面 到时候别说你们雪河楼 西蜀南兆境内所有浮水房据点 一夜之间就会被连根拔起 陈之报的行事风格不用我多说什么 所以我已经让楚路山着手安排你们的退路 你们所有人呢都是北梁的五甲之报 宋夫人的眼神平和而宁静 老牛力尽刀头死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徐凤年摘下腰间那柄立战而断的梁刀 他抛给宋夫人 被梁刀只杀外人 徐凤年单计身影 渐行渐远 宋夫人握住那柄梁刀 缓缓举起手 迟迟不肯放下 古朴消杀的战刀 纤细柔弱的手臂 形成一种夺人心魄的鲜明反差 身材魁梧的蒙黎 不知何时出现在城门附近的阴影之中 眼神复杂 脸色黯然 这个沉默寡言的汉子 自从十二年前自己主动请求 外放到雪莲城 兢兢业业帮助宋黄黄 做出了平地起高楼的装具 两栋高达八层的鸢鸣楼 便是在富饶的西属烟柳之地 也是独树一帜 十多年的出生入死 一次次死战后 独自包扎伤口 一次次站在远处望着那个背影 看得见抓不住 求不得 蒙黎背靠城墙 脸色阴晴不定 在这个刀口填鞋讨生活的汉子眼中 宋夫人就像插在银瓶之中的 一束妖娆海棠 她愿意老老实实地站在远处远观 看着花慢慢凋零 但如果有人想要折花入袖 不管那个人是谁 是什么身份 蒙黎都会揪心 不知何时 宋夫人配好梁刀 策马来到城墙根下 蒙黎站在深重阴影中 照理说她不该看到 她的异样神态 宋夫人突然伸出一只手掌 在鼻子附近的扇了扇 蒙黎 我怎么闻到一股醋味 蒙黎瞬间张红了脸 不知所措 宋夫人翻身下马 率先牵马而行 蒙黎犹豫了一下 快步跟上 宋夫人 她柔声说 蒙黎啊 你的心思 我早就清楚 在宋夫人大概是酝酿些温和措辞的时候 蒙黎已经苦涩地开口 夫人 我也知道的 宋夫人停下脚步 拍了拍蒙黎的肩膀 第一次正面凝视这个面貌粗糙 心思细腻的汉子 他神采飞扬 那双秋水长毛流光一彩 手指向中原 他豪迈道 蒙黎 堂堂七尺男儿 大丈夫何必小女子做态 也许我宋黄黄一辈子都不会喜欢你 但是你可以让我一辈子都记住 有个叫蒙黎的男人 如何 两茫边境已经狼烟四起 中原腹地很快也要战古宣骄 你这些年来苦读兵书 是想继续留在雪莲城蹉跎光阴 还是出去大拼一番 蒙黎久久沉默不语 他终于说道 夫人 我可以不去北梁边军 而去两辽吗 宋夫人将手中马缰绳递给蒙黎 又何不可呀 今日此时起 浮水防雪河楼 就只当蒙黎已经死了 蒙黎猛然间翻身上马 调转马头 纵马奔出十几步后 再度人马转身 握紧拳头在胸口重重一锤 宋黄黄 我蒙黎喜欢你十二年了 也竭尽全力护着你十二年 不后悔 哪怕到现在 仍是很开心 以后如果我出人头地 一定回雪莲城找你 若是不幸死在两辽边关 希望每年清明时分 能给我摇祭几杯酒 宋夫人大声笑道 有本事就别死 蒙黎就此离城 单身单计前往两辽 此时 宋黄黄和蒙黎都没想到 在未来黎阳士林和江湖 共同造就的那两股 降服北奔洪流中 蒙黎无形中成为先动身的 那一拨人 更早离城的徐凤年 也同样没有想到 自己在偏远西域 都恰逢一桩武林盛世 这让他的北规路途啊 稍作停留 近百年来 由于李纯刚王先知先后两人的锋芒 太过空前盛大 使得两人之下的整座江湖 不论如何折腾都如蝼蚁打架 加上李纯刚一人一箭太过缥缈 之后王先知则在东海武帝城束手束脚 使得黎阳百年江湖 有生气 但终归是显得不那么热闹 直到轩辕清风成为武林盟主之后 这个格局开始发生转变 四大宗师中徐曹和拓跋三人 都不是纯粹的江湖人 邓太阿又神出鬼没 其余武平十人也同样云之勿绕 这就让传闻能让黎阳皇帝也心仪 且新梁王也要赠送武库秘籍的宣元紫衣 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原江湖之牛而者 除了吴家剑种领衔 南江龙宫居中 北梁鱼龙帮垫底的公认十大宗门 在上次大雪平武林大会后 黎阳新进又新鲜出炉了许多份 更富有市井气息的榜单 这些个榜单呢 把那些太过地位超然的武道宗师 和江湖门派都摒弃 新平出四大仙子 四方圣人和十大门派 此外还有十二魁之说 和八魔尊之类的名统 虽说这些榜啊不再高高在上 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平易近人 反而拥有了野草一般的旺盛生命力 在黎阳朝野很快就妇孺皆知 在这种大事下 本就热闹非凡的黎阳江湖 出现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轩辕清风闭关又出关 短短半年间便雾透长生关 进阶暴涨 脱胎于春秋十三甲的降服十二魁 轩辕清风独占剑刀和道三魁 第二件大事 则是趁着轩辕清风闭关之际啊 竟有人偷走了大雪平藏下的 十六本最上乘的武学秘籍 之后传言是八位魔道巨拨中的六人 联手行事 然后大雪平就召开了第二次武林大会 轩辕清风虽然没有露面 但是在灰山首席客卿黄放佛的主持下 与那些德高望重的宗门领袖们 定下了正邪之争的调子 一时间群雄晦翠群情激愤 是要追杀六位胆敢挑衅 新江湖头号圣地大雪平的邪道魔头 扛着替天行道大旗的一流江湖正道势力 从灰山出发 途经中原妖履之地的相反 穿过西蜀 一路滋滋不倦的追杀到了西域 这一路上 又有无数地方二三流实力的帮派 会和掺和其中 不管是吃饱了撑着凑热闹 还是想着跟灰山结下一段香火去 总之 这股游东往西的人流越来越壮大 足有数千人之多 动静之大 不但呢 连江南道和西蜀道 那些州郡的驻军都给惊动了 一时间风声鹤唳 而且听说连几座郡王府邸的赵敬年轻贵胄 也悄悄加入其中 大多呀 是只为了能够见到那灰山紫衣一面 少数的呀 则是在暗中招揽江湖势力 为了在迫在眉睫的动荡变局中寻求自保 所以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鱼龙混杂 共襄胜举 当时徐凤年呢 单人单计 停在一条商旅常年踩踏而出的沙利小路旁 有些目瞪口袋 这一条小路上 竟是川流不息人声鼎沸的罕见场景 就跟感激似的 其中有脖子上挂着一大串 皆是婴儿拳头大小佛珠的行脚僧人 快步如风 有慈眉善目的老霓 带着一群滋容不俗的年轻霓姑 偶有小泥姑偷偷的落在了队伍最后头 小夕拿出啊 腌着盒补妆一二 领头的老泥有所察觉 也只能无奈叹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有一对一态轻易 衣袖飘摇的骑马女子 十数人 其中有以一位 纯薄嘴小的年轻女子 最为瞩目 背上还背着一只 藏在花式华美的 西鼠文锦套的琵帕 其余女子各自捧古针 空猴呼雷等乐器 更多的是那些拉帮结派 闯荡江湖的江湖儿郎 仙衣怒马 腰间刀剑 都是价值不菲的重情 其中白马白袍的配刀者 竟然占了半数之多 也有寥寥几人特立独行 腰悬木剑 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啊 也有骑驴拎枝之人 这些家伙自然就是桃花剑神 邓太阿的坚定崇拜者了 徐凤年走过两趟黎阳江湖 一次像是走在山脚 只能在泥泞中摸爬滚打 看不见高处的风光 一次是走在山巅 如同参峡引路的仙人 高来高去 像今天这种一口气 将出这么多高不成 低不就的半桶水江湖人 真是大开眼界了 徐凤年停马步前 既无价值百斤的骏马 也没有携带兵器 他其实并不眨眼 寻常身份的年轻人 行走江湖 就算拥有一等一的皮囊 对男子而言意义不大 便是女子 如果不会经营人脉 称死了也就是在 半周一郡之内 小有名气的一个女侠 难以称为仙子 道路上这些人物 误到修为不去说 早早练就了 诗人根底的一双火眼金睛 即便瞧见了徐凤年 男子也就一撇而过 女子的目光 多半也仅是打了个拳 最多呀 回头多看他一眼 心底还有些小惋惜 这个郡哥 不是那些出身 名门大派的名宿子弟 否则呀 还可以找机会 笼综综综 要知道 新晋名声鹤起的 十大武林郡艳新秀 哪个不跟那四方 胜任十大宗派 沾亲带过 比如那个长了一张 蛤蟆脸的窦长风 没事就喜欢吐舌头 舔嘴皮子 跟他同桌吃饭 都会倒胃口 就因为有个在 灰山大雪平 也有一席之地的 好师父 因此哪次歇脚啊 身边那不都是 阴阴艳艳 功仇交错呀 徐凤年 安静的望着 横在眼前的 这条人流 感慨良多 先前谍报 船至雪河楼 澹台宁静 已经紧急赶赴广陵道 曹长青 由盛道入霸道 无疑是历朝历代 儒家圣人 往往不得善终的 又一个证明 要知道 水月静中 镇抹井下 可就有那些 名垂青史的 儒家仁义之人 在凡夫俗子看来啊 这肯定是 匪夷所思的怪事 但是在世间 炼气誓言中 这就是殊而不漏 法度森严的天道循环 而徐彦斌呢 在确认徐凤年 脱离险境后 带着一个 刚刚收下的徒弟 去了两属接壤的 灵州南部关外 去与他同门的师兄弟 韩劳山见面 有脱孤之险 大概是和忽焰大官 生死一战之前 不留什么遗憾 突然呢 有人朗声大笑着 在黄沙大地上 长蕾而过 此人虽然 武功卓绝 但到底呀 没有犯众怒 去小路中央 在人家众人头顶上飞掠 而是在徐凤年 这些寂寂无名之辈的 道路旁 踏风而行 身形起伏 如蜻蜓点水 都带起一阵阵 黄沙尘土 徐凤年呢 就被裹挟其中了 在那位高手 从一人一马上空 飞掠而过后 黄沙扑面而来 徐凤年倒是 没计较什么 只是随手啊 拍散那些杀力 周围那些被强行 尾保了封杀的狼狈家伙 一大片叫骂之声 距离徐凤年 最近的一个年轻人呢 被那位高来高去的高人呢 在肩头接力踩了一脚 虽然没受伤 但是脚不亮相 撞向徐凤年的坐进 徐凤年 弯腰轻轻 扶着可怜虫的脑袋 松手后 那人抬头 也没有如何的气息败坏 很好脾气的 一脸感激道 谢过公子啊 徐凤年摇摇头 不知你们这么多人 是去往何方啊 那人瞪的眼睛 难道公子 你是西域人士 徐凤年点点头 我从雪莲城那边 去往北边 很好奇 为何突然有这么多 江湖豪杰出现在这啊 背了只老旧棉布行囊的 年轻男子哈哈大笑 难怪难怪啊 公子有所不知 不单是这条路上的 进谦江湖正道英雄 咱们中原江湖高手 进出西行啊 兵分三路前往 几十里外的一座 西域小镇会合 要在那迎接 武林盟主 共同商讨 如何围剿六尊大魔头 我这一路 一流宗师 其实不算多的 其余两路 那才叫高手如云啊 只是他们赶路的速度 未识太快 我这两条推可跟不上 就只好推而求其次了 徐凤年下马 跟那个性情开朗的年轻人 一起步行向前 后者忍不住 多瞅了几眼徐凤年的坐镜 眼中满是毫不遮掩的艳线 徐凤年见他神情疲惫 脚步漂浮 就笑着让他摘下行囊 悬挂在马背上 年轻人也不客套 诚心诚意的 道了一声谢 趁机伸手 轻轻拍了几下马背 很是称赞了几具 良居豪马 年轻人见这位公子 不像是难以亲近的富贵人 本身呢 又是藏不住话的跳脱性子 也就顺势 打开话匣子 跟徐凤年说起了 这趟西域之行的规模浩大 脸庞上洋溢着 作为中原人 鱼有荣烟的自豪 不用徐凤年问话 年轻人就一股脑的 把家底掏出来了 来自富甲天下的江南道 杨禄郡 姓沈明长庚 师父是郡内 台阁宗的末席供奉之一 只不过他仅是 嫡传亲传弟子之外 十多位记名徒弟之一而已 这次宗门内呢 还有二十多人赶赴西蜀 只不过那些都是宗主 和三位副宗主的得意高徒 既不是一路人 也凑不了那个热闹 他只能囊中羞涩的独行 说过了自家事啊 这自诩杨禄郡耳抱神的沈长庚 就开始滔滔不绝 为徐凤年介绍那些路上的大人物们 喏 看见前途那些人人乐器在身的女子没有 别以为他们是姑娘家家就心存轻事 他们呢 可了不得 都是江南道上第二大帮派 飘渺山的仙子 飘渺山呀 只收女子 分为横侧两封 两封女子分别跟庙堂上的 吏步计 坐步计 对号入座 对了 此计可不是妓女的那个计呀 公子可万万不可心生亵渎 须知飘渺山宗主 飞禅仙子 诸言有数 武师高龄 仍如二八女子一般 恶诺动人 他便是在徽山大雪平 座位也极为靠前的呀 江湖封平更是极好 咱们那位武林盟主出关后啊 与天下正道领袖 一十八人 主察共论江湖 飞渺仙子 就是那十八人之一呀 那些尼姑呢 则是来自 南越缠山的静刺案 最近一年呢 在跟同在缠山 开宗立派的 程新冠 争夺那山主位置 都说这次 谁立下的功劳更大 武林盟主就承认 谁是南越之主 最前头那个身高一丈 脖子上挂着个好些 紫檀珠子那大和尚 绰号 紫檀僧 是辽东那边 赫赫有名的高手啊 如今江湖平出 十六散仙 他就位列其中 据说年轻时候 找到了一颗 只差十年 就有千年之灵的老身 苦苦守候了 整整十年 吃下了老身后 内力大增 这才得以 寄身散仙之位 我听说那 紫檀佛珠的穿绳 就是用那老身的根须制成的 任你是吹毛断发的神兵力气 也砍不断 那波骑马的公子千金呢 皆是咱们黎阳东南武学 重贞建筑的名门正派弟子 我把这些人都称呼为 高二代高三代 官府那边啊 二世祖和匠种子弟嘛 他们就是当地享誉江湖的 武道宗师们的徒子徒孙 自然而然也就是 高二代高三代嘛 至于我就算了 咱们那个台阁宗啊 说出来不怕公子笑话 其实在周郡内 也没法子跟那四五个顶尖的帮派 忠什么 也就是闭起门来 壮大爷 跟我同门的嫡传师兄弟们 就只能在郡县内威风八面 出了家乡 还不就是给其他出身名门的同龄人 陪着笑脸 断茶送水的命 我反正是看不下去 乐得自己一个人逍遥自在 至少呀 不用看着别人脸色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 粉末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小说《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六百五十九回 徐凤年耐心的听着年轻人的 唠唠叨叨 笑容甜淡 沈长庚说的口干舌燥了 徐凤年递给他当时 从雪河楼捎带出来的一壶绿衣酒 没有尝过这种酒的沈长庚 不知轻重 狠狠的灌了一大口 只觉得喉咙如同火烧 当场就满脸通红 咳嗽不断 递还酒壶的时候有些尴尬 这酒 真是凶啊 徐凤年眼角余光 看到擦身而过的路上几季 其中有一记女子的胸仆 随着马背跌宕起伏的一塌糊涂 他轻声笑道 这位女侠 那么凶啊 沈长庚也是眼睛一亮 都是男人 很快心领神辉 对眼前这个 并不迂腐刻板的外乡公子哥 越发的亲近 他笑着点头附和一句 好一个气势汹汹呀 情男自尽的沈长庚 嗓音可不小 那几记又有人异常的耳尖 很怪就一同勒马转头 恶狠狠的盯着那两个 油墙滑掉的穷酸家伙 其中一名护花使者下马后 笑脸正宁 大步朝着他们走来 沈长庚自认李亏 又不愿意牵连身边的公子 跨出了几步 抱拳就要认错 不料那人就根本不给他 抱上名号师门的机会 高高抬起一脚 就踏在沈长庚的胸口上 风尘仆仆的沈长庚 胸口一劲震荡出一阵尘土 在巨大的冲劲之下 眨眼睛倒飞而出 徐凤年伸手撑住 沈长庚的后背 故意后撤几步 才勉强扶住沈长庚的身形 对方得理不饶人 又是一脚踹向 毫无还手之力的沈长庚 徐凤年轻轻将沈长庚 拉到身后 抬起手肘 挡下那一腿后 抬头望向那个马背上 笑眯眯的女侠 他笑道 是我们失礼在先 还望可谓见谅 无功而返的壮硕青年 显然觉得在仙子面前 丢了颜面 在前奔途中啊 故意脚尖挑起黄沙 手上打出一套眼花缭乱的 全霸是尘土飞扬 那叫一个气势如虹 他怒喝一声 找死 见谅你个头啊 爷爷今天要瞧你做人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让青年那一伙和道路上 所有看戏的家伙 都感到哭笑不得 只见那个相貌挺出彩的年轻人 拉起身后闯祸的家伙 就跑路了 连那匹马都顾不上了 掉头就跑 最近黎阳江湖 有个新习俗 风靡一时 起因是徽山紫衣 在当年还不是名正言顺的 武林盟主之前呢 在快雪山庄 那一大串成名战的后期 有过一场名动江湖的较量 跟他过招的 是一位古兮之年的江湖民宿 性子火爆 出言不逊 结果被轩辕清风打得灰头土脸不说 还逼着江湖老前辈低头认他做姑奶奶 不得不自认为孙子 那这两年随着轩辕清风 势不可挡的迅猛崛起 江湖上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父子家 爷孙家 谁出谁当儿子 谁出谁当孙子 落败之后就得喊一声爹或是喊一声爷爷 而清风成为中原江湖第一人后 挑战者多如过江之计 他的做法啊 与当年王先知的武帝成竹出一辙 输者就要将兵器留在那座斋兵台 他倒没有再让谁去自认孙子 只是很多好事者都开始扳着手指头 主动帮这一席子衣算着 今天收了谁谁谁做了乖孙子 明天收了谁谁谁当灰山的儿子 这道路上脚力慢的很多人 在看到了那两个家伙 跑回来又来牵马之后 一个个就忍不住翻北二了 几位妙龄女子更是眼嘴娇笑不止 饶使脸皮不薄的沈长庚也有些难为情 不过看到身边那个很是讲义气的公子 一脸的坦然 他也就释然了 他拍了拍胸口的脚印 低声道 哥们这次是我连累你了 徐凤年摇头笑道 这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呀 早就习惯了 沈长庚心也大 没有纠结这桩小风波 看着远方那几季的模糊身影 他玩笑道 早该知道的 那是凶兆啊 两人沿着小路人流 缓缓向前 沈长庚竹捅到豆子 为身边这个臭味相逃的公子介绍现今江湖大事 这次百年不遇的政协大战 咱们中原精英庆朝出动 以大雪平缺越楼为首 新的十大宗派之中啊 春神湖畔的快雪山庄 南疆的龙宫 江南道的加古台 凭借那龙岩剑炉 新著绝世名剑 东山再起的幽艳山庄 南兆境内的太白剑宗 金错刀庄 西蜀的春铁草堂 加上老资格的冬月剑植和北梁鱼龙棒 十个帮派都到齐了 江湖传言呢 灰山明面上 那是指玄大宗师黄放佛领头 至于那位武林盟主的动向 恐怕没人知晓 快雪山庄的庄主 玉池良府的独生女 是第一次行走江湖 龙宫呢 则是公主林洪元 亲自带着一匹顶尖高手 幼艳山庄的少庄主张春林 携带三柄明剑单独西行 曾经有过陆地剑仙的太白剑宗 沉寂一百多年后 终于出了一位被誉为是剑道折仙人的年轻剑客 都说他得到过桃花剑神的指点 短短半年内 剑道境界一日千里 连破二品和一品金刚 只选三个境界 所以此人也跟目前待在武帝城打巢那个人呢 以及龙虎山骑仙侠和金错刀庄的庄主 一起被称为四小宗师 把他们看作是日后境界不输给四大宗师的最把家人物 这个不到18岁的家伙厉害吧 徐凤年笑着点了点头 嗯 是很厉害 沈长庚叹息一声 四个年轻人里头啊 其实那个金错刀庄的女子庄主 名头比太白剑宗的哲仙人还要更大一些 没法子啊 人家不到三十岁 就已经货真价实刀法宗师了 而且还是名动天下的四位仙子之一 与龙公公主林洪元 与龙帮帮主刘宁荣 还有加古台的柳魂贤起名 徐凤年忍不着打查 鱼龙帮的帮主也很漂亮吗 沈长庚有些纳闷 当然啊 都说当时带着武库秘籍 拜访徽山的刘尼荣 丰泰滋容如同仙人呢 而且他还是四位仙子中最没有架子的 江湖口碑好得很 徐凤年哭笑不得 啊 这样啊 沈长庚忧心忡忡的 只是这趟剿灭呢 邪道魔头也不是稳操胜券 据说有位魔头是西域的地头蛇 麾下又好几千来去如风的马贼 战力不输贝梁边军铁击啊 而且其余五个魔头 那也是人人实力强悍啊 逃亡途中又拉拢了很多声名狼藉的江湖贝类 好几个也都是那传说中的小宗师境界不容小觑 不过我觉得吧 毕竟邪不胜正 咱们一方有熟悉西域地形的鱼龙帮刘仙子亲自带路 又有那位一身修为出身入化的武林盟主作为主心骨 想来赢肯定是能赢 就看付出代价有多大了 徐凤年低声道 似乎有不少熟人呢 这沈长庚也没听到徐凤年的南南自语 他拍了拍胸脯 我虽然在江湖上没有上麻命气 但是好歹也认识几个人 到了那座镇上啊 一定帮兄弟你引荐一番 只是沈长庚很快就汗颜 发现自己的牛皮吹破了 至多只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小镇 早已经人满为患 早给那些十大帮派的大人物 以及刺一线的宗门弟子占据 关系此事且前男后世的家伙呀 也千辛万苦走后门进了小镇 这些能驻上镇上客栈的角色 那自是高人一等 接下来就是驻扎在小镇边缘地带的那些江湖势力 多是周郡内的明王大派 但也只能老老实实的自己搭起帐篷 接下来更外围一圈 就要风餐露宿了 至于沈长庚这种无名小卒 加上晚到 在密密麻麻的人堆里 连那几个相熟的同郡江湖子弟都找不着 站在距离小镇得有半里路远的地方 干瞪眼 徐凤年忍着笑意也不说话 省得这位身边夸下海口的家伙更加难看 好在镇上有些生财有道的本地居民 推着独轮车啊 坐起了小买买 贩卖一些个干饼酒水生意 夹杂着一些个干枣吃事 沈长庚忍着头疼 花高价买下了两小袋干枣 跟徐凤年一人一袋 不到二十颗干别枣子的一小袋子 竟然要一两银子 欲哭无泪的沈长庚 跟徐凤年一起蹲在人群之中 无所事事的啃着枣子 郁闷的嘀嘀咕咕 徐凤年环视四周 在这附近自然很难见到熟悉的面孔 半生不熟的江湖人 显然呢 那都不能奢望 这让原本吸气着能够碰运气 遇上龙宫灵红源的徐凤年呢 没了逗留的兴致 想着吃完了枣子呀 就继续北上 徐凤年从马背上摘下那壶绿衣酒 递给枣就眼馋 又不好意思开口的沈长庚 后者打开酒塞子 摇头晃脑 也不急着下嘴 附近很多男男女女都眼红的厉害 这让苦中作乐的沈少侠 很是惬意 徐凤年蹲在地上 慢悠悠的丢了一颗枣子到嘴里 想着这轩辕清风 闹出这么大动静 到底涂什么呀 什么六尊魔头 想来啊 还是很难入他的法眼才对 至于沈长庚所谓的独占三魁首 徐凤年倒是咀嚼出一些外人注定不解的意味 已经战死在曹长青手上的无用和尚 多半在生前跟轩辕清风有过一场相逢 这位百年前让朝野进俯首的大宗师 将毕生所学都请囊相授给了轩辕清风 刘松涛当初并不专注于剑道 但本身便有剑仙风采 否则也杀不掉那一代江湖的剑仙 以刘松涛的精彩绝艳 想来对刀法也有着一份高剑灵的独刀见解 这才让轩辕清风在刀剑两条道路上勇猛精进 之前更有龙虎山赵皇朝死前画黑红飞上大雪平 跟徐凤年在大雪平见面时 他刻意隐瞒此事 不过双方啊都是知根知底的精明人 徐凤年懒得去说破就是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刑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作为政主的轩辕紫衣没有到达小镇 那么所有人就只能乖乖的等着 人人呢百无聊赖 好在这场高举替天行道旗帜的盛宴中 攀关系攀交情是天经地义 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不过每当有姗姗来迟的江湖大佬 穿过人群进入小镇的时候 人群中总会传出一阵阵震天响的喝彩声 那些人物在整座江湖上的声望 当然会更上一层楼 原本可能是偏居异渝的大侠豪杰 想必很快就会传遍黎阳江湖了 徐凤年呢顿在人群中有些自嘲 五平十四人中肯定也就只有他傻乎乎的在这喝西北风了 徐凤年突然对着沈长庚笑道 哎抬头看 沈长庚愣了愣 抬起头望向万里无云的明朗天空 空唠唠的连只拉屎在头顶的鸟都没有啊 但是很快沈长庚就瞪着眼睛 相比那些镇内镇外绝大多数后知后觉的江湖人士 他肯定算是大饱眼福的姓云了 一抹紫色长红从遥远天际快速坠入小镇 沈长庚眼神痴呆心神摇曳 老半天才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都忘了为何身边那人为何会有这份仙剑之名 只是狠狠揉了揉脸颊 还给那人感慨着解释 看看看 肯定就是那位物林盟主驾到了 咋样 是不是 徐凤年抢在沈长庚之前点头 嗯 很厉害 沈长庚哈哈大笑 把袋子里剩下的几颗红枣 一股脑的倒到嘴里边 然后兴之所致 学着那传说中口吐剑气杀人无形的陆地 剑仙噗噗噗吐出几个枣胡来 结果一颗枣胡 要死不死的落在前方一位坐在地上的汉子后脑勺上 其实啊 力道很轻 不疼不痒 但是行走江湖 可不就是讲究一个要脸不要命啊 汉子猛然转头 看到先是目瞪口呆 然后嘴巴紧闭 假装抬头看风景的沈长庚 起身就要卷起袖管 抽那小王不但几个大嘴巴子 沈长庚哭散了个脸 转头看着徐凤年打算再跑路一次 不过徐凤年从他手中拿过酒壶 高高的抛给那汉子 哥们 别见怪 要动手揍人呢 咱们也认了 不过天大地大 喝酒最大 先满眼一个 那汉子下意识 接住了酒壶 闻了闻 满脸陶醉 一饮而尽 浑身呢 还打了个机灵 把酒壶轻轻抛回后 撇进徐凤年背后的那匹马 汉子抬起手臂 擦了擦嘴角 爽朗笑道 劲道够足 不嫌弃的话 我们这还剩些一些个烟肉 一起尝尝 两拨人七八个操 汉子围成一个小圈坐着 汉子用匕首搁着那块不到两斤重的烟肉 连同徐凤年和沈长庚两个外人 人人有份 徐凤年又掏出几块银子 买了十来斤酒 有人喝高兴了 就啪啦一下 把碗摔在地上 把那个贩卖散酒顺带可以借完给客人的小镇居民 看的是火冒三丈 但敢怒不敢言 好在既然已经漏了黄白的徐凤年呢 那干脆把所有银子都给那小摊贩了 整车四五十斤酒和两条大洋腿都一口气买下来了 徐凤年的财大气粗 让原本有些矜持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喝酒吃肉 赛过王侯啊 酒虽劣蛋 但几斤下肚 那也是会醉人呢 其中酒量稍差的一个汉子 偏偏喝酒醉猛 很快就醉熏熏了七八分 席地而坐的汉子用手拍打着大腿 应该是一伙人中读过书识过字的 有几分难得的酸儒气 他旁若无人 荒腔走板的昂然高歌倒 典当名剑买烈酒 梁州拢上杀蛮子 早听风铃说灵丁 此后当尽迎灵祠 在所有人都等着下文的时候 那汉子摇头晃脑 多了一句真醉了 然后扬倒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 最先跟徐凤年认识的那个汉子笑道 这家伙呀 读过几年私塾 总说自己怀才不遇 喝过酒就喜欢拽那些我们听不懂的酸文 平时不这样 其实啊 是见着娘们大屁股就挪不开眼睛的那种人 不远处一堆人怒目相向 瞎抄出个鬼啊 死了滇江还是死了媳妇 正跟徐凤年说话那汉子 一言不合起身就拔刀相向 双方顿时剑拔弩张一触其放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身段婀娜头顶围帽的陌生女子 漫步走来 最终在徐凤年和沈长庚身后停歇脚步 缓缓摘下围帽 露出一张让人惊为天人的容颜 敌我双方十多个汉子都忘了恶语相向 视线全部随着那女子身形而转动 那个已经拔刀的汉子 重重踢了一脚身边醉死过去的朋友 后者醉眼朦胧 迷迷糊糊的使劲看了眼女子 说了一句 仙子下凡呢 又醉倒了 坐在地上的沈长庚 扭头仰视着这个女子 当她坐在自己和徐凤年中间的时候 依旧以为是自己喝高了眼花了 徐凤年就问她 怎么 把紫衣换掉了 就你刚才那出场的阵仗 还怕被人渗出来吗 拎了两只精致小酒壶的女子 莫不作声 丢给徐凤年一壶酒后 自顾自喝起来 不知为何 当这个沉默寡言的奇怪女子坐下后 徐凤年附近所有人的酒都醒了 隔壁那些要大打出手的江湖曹芒 也没了脾气 全都摒弃凝神 大气都不敢喘 如蛟龙入池 震慑满堂鱼虾呀 徐凤年用只有她才能听到的玄妙细微嗓音 轻声问道 我送你听朝阁武库秘籍 你让中原江湖知道北梁战事 咱们呢 就当扯平了 她没有转头 只是喝着酒 嘴角有着冷笑 我灰山稀罕你的秘籍 徐凤年笑道 那你说 你稀罕什么 他终于转头 瞇着眼看着他 你与拓跋菩萨那一战 黎阳江湖 已经开始有所传言 我要你徐凤年今天在这 拜给我 如何呀 徐凤年嘖嘖道 不是你一戴自归中的黄花大闺女 结果有那么多的儿子孙子 你也不爱臊啊你啊 他手指骤然握紧酒壶 嘶嘶吕吕 紫气生疼 但是转瞬即逝 徐凤年对此视而不见 喝酒可以 打架就算了 他和他同时陷入沉默 望向远方 一如两人当年在京城屋檐下 望向那个叫梦想的雪人 飞凉好苦 苍此斑马虎 多少天意过苦 古鸣笔路 富与舊一湖 帝王 帝王江山寂寂不透 感谢观看